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香港民主主席会的龙家龙 我们首先是有几个协盘机构 包括新力量网络 民主主席会 民主动力 私会 香港民主发展网络 ground paper 苏国 和民主发展资源中心的协盘机构 一起合作就搞这个很重要的研讨会 我们都非常之高兴可以请到这么多位 港姐来和大家分享 我相信我们希望这个是一个好好开始 将来这些团体都可以有多一点的合作 因为我们很相信可以凝聚力量 在民间社会多一点推动各方面的讨论 今天这个议题 我相信在社会上是引起很大的回响 也都是因为这样 也都令到中联办说完些东西 一会就说没说 其他的政协又说他说大话 这样就搞到很大的事情 我们在立法会也都开过会 政制事务委員会讨论过 我现在是排队 是希望在这个月或者下个月 是会提出一个动议辩论 叫这个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去澄清 是不是有两支管治的部队 还有是不是可以叫中联办呢 那些人不可以胡说八道 但是我相信这些讨论一定要深化 令到在各个层次各个层面的市民 大家都明白发生什么事 我们今天是很多谢这么多位港者来到 我相信是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 探讨一国两制 和香港管治力量这个议题 还有就是有些人会问 还是不是有一国两制呢 有些人以为一早已经死了了 还有管治力量是不是现在 好像有些商界经常说 是西环控制中环呢 我们香港人想怎样呢 我们希望今天是有一个好好讨论 今天立法会就有一场大戏 所以可能我们有些议员就不能来 因为10点钟现在开始了 就是梁展民就会在立法会出席 不过我们现在很多事在社会发生的了 很多竞争的了 没关系了 我们多谢大家来 我亦都希望待会我们有一个烈烈的讨论 而将来大家亦都给一些意见 我们是可以怎样去跟进这件事 多谢大家 那我的责任也是邀请第一位港者 就是阿廉月曾博士先生 请出来说先 我可能说话不太清醒 因为我这个时间一般来说我还在睡觉 还有我本身就不是很喜欢说话 那和阿陈卿不同 陈卿在坐牢的时候 没有人跟他说话他很辛苦 如果我是坐牢的话我会自在得多 在文章里面就写过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重复 我今天主要是 我假认大家可能 看了曹怡宝那些文章 或者都可能看过新华欧布 今年好像是2月初的时候 有的一篇全名是一 不是一路是永逸 是永逸的文章 那我一阵可能会提到 这两篇文章里面的一些东西 在那个hand out那边 应该是有曹怡宝的文章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新华欧布的文章 其实那篇新华欧布的文章是很重要的 我们讲理论就是曹怡宝那篇 讲实践就是新华欧布那篇文章 那篇不可以皱眼 我今天就讲四点 有一些是提出来大家讨论的 主要是提出来大家讨论的 那第一件事呢 我就想大家想想想 就是曹怡宝这篇文章的权威成 究竟是去到什么层次呢 那可能是有几种想法的 第一个层次就是 没有什么是一个学习笔记 那老师觉得好就登了出来 就是这个是有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是在管治阶层里面 在中央的管治阶层里面 已经是有相当清楚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一个不正式的共识 那之所以 那然后呢 这个想法可能是曹怡宝自己 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 但当它成为了一个 比较上成型的共识之后呢 那可能是由曹怡宝执笔 就写了出来 那第三个可能性当然是 就是 其实已经是有一个很清楚的政策 那 那 到底是 就是这些文章是反映了什么 那 这三个可能性当中的哪一个层次呢 那大家可以想 那 嗯 第二点呢 我想提出来 无论的呢 就是 就是 《徐宝文章》里面呢 就 很多次 提供 鄧小平 生前 对香港一六两制的一些 论遂 嗯 其中呢 就 啊 看这个第二页 那是第二页 第二页 那他说 鄧小平明确表示 我们不赞成完全自治的提法 自治不能有限度 其有限度 就不能完全 完全不自治 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 那 那 然后呢 他再提到呢 就是应方常述主张的实质 只要把香港变成独立 或者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直接抵从中国的主权原则 那 那 就是这个 哦 鄧小平的说法 我们是很清楚的 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 那 那我们 也都理解到呢 根据鄧小平这个说法呢 那 怎样判斥 鄧小平这个说法呢 那 那 那 我当时 做的决定呢 就是 香港要 駐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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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iot 那 香港法律的最終解釋權 即是那個基本法的解釋權 一般的認識就是有了這三件事之後 駐軍 外交的政策是由中央管 人大上委會最終的基本法解釋權 就已經貫徹了鄧小平剛才說的幾句說話的外合 如果是這樣的話 曹爾寶的提法可能就是一個新的提法 就是在剛才那三件事之外 他還加多了一些東西 本來鄧小平根本不是這麼想 他認為做了三件事 就已經是貫徹了一國的原則 現在不是 現在是有一個新形勢之下的新的做法 這一點我又看出來 大家思考是否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地方 那第三點可以說 就是在曹爾寶的文章的最後那部份 他很強調 即是第四部份 我們大家都知道香港和中央的關係 只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 但是曹爾寶這些文章的第四部份 是提到把那個黨提到很高的一個層次 他直接說覺得黨要管好香港 已經繞過了中央政府的樹 是直接用那個黨去體現那個一國 整個第四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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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方上場 有幾段的文字在這裡 是年六月開的一個會 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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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的會 是四中傳媒 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 是提到黨在新形勢之下 治國理政 我覺得這幾個字都要很小心留意 第一是有新形勢 這個新形勢我覺得是1997 而很可能是2003 因為如果是新形勢的話 沒有理由不包括在1997的討論裏面 是要到2004年才提出來的 所以這個新形勢應該是指 就是1997年發生 之後發生的事 那 接著就是治國理政 這四個字 我相信不是很輕忽地寫出來的四個字 我們看看治國理政 這四個字是分兩部分 治國 治國就是抽象 不是很具體的東西 就是瘦身齊家治國的這些 那些是很抽象的 理政呢 是很具體的 現在當要很具體的 所以理政 這個也是一個 在香港事務上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很值得留意的地方 然後這篇文章呢 就是這個十六屆四分傳統裏面的一個文件 就提到 在一個兩者條件下 我們黨作為全國執政黨 在香港工作中的歷史方位 發生了重大變化 那又是再一次提出這個變化 這個問題 這個十六屆傳統裏面的文件 就不是獨立的 去到第十七大的時候 那麥龍錦濤在十七大的政治報告呢 就重新 就是再一次呢 就講了這些說話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法令穩定 剛才已經講了十六屆四中 然後再新營制下 治國理政 面臨的重大過程 這個是十七大的時候正式講的 所以呢 這裏是有一些 就是一脈相承很清楚的 的立法在這裏 那 這個是黨的大會 不是人大的會議 是黨的會議 那麽我們都知道呢 就是 中國的管治是有兩個位度的 那是 那一個呢 就是中國政府的兩個位度 另外一個呢 就是黨的 原來控制那個政策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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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操作呢 可以是很靈活的 譬如 我舉一個例子 近年來呢 中國政府呢 那個運作呢 確實是有一些 就是 進步 比如我說 他 去年 七月 就 實行了一條法律 就是 我們 一般人稱為 就是陽光法案 那 就是 其中一個 一個最重要的說話呢 就是說 讓權力 在 就是 太陽 在陽光之下 就是 運作 就是這樣 就是要接受 就是政府的行為 要接受 就是民眾 或者大眾 娛樂的 監管 但是這個 法律呢 這條法律呢 是不限制黨的活動的 但是我們知道呢 在中國的政治生活裡面呢 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最重要的 的決策呢 是 掌握他們的 那 如果你 只是 規管 或者只是監 監督 或者只是 追蹤 政府的行為 你 其實是 看不到它 究竟 為什麼 或者 哪些人 或者有什麼力量 有什麼利益 令到一些政策 提出了 因為黨 因為黨 是不太多的 黨是什麼性質的機構 如果我們用香港的字眼來講 黨就是一個NGO 你法律規定政府 但是規定沒有一個NGO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在香港運作呢 就很容易了 一國兩制呢 是批管了中央政府 在香港的 不同的 方式 組織 等等 但是 基本法呢 裡面呢 就 完全都沒有講到 黨 在香港 是一定要運作的 那 就給了黨 就是 絕對的 在香港 絕對的運作制 除了它不可以通過 就是很 機關 就是明顯地 公正 機關 去做事 但是這裡 我們都知道 有一個 很 很清楚的灰色地帶 就是 黨既然是可以指揮中聯辦 中聯辦 可以在香港 公開活動 所以 其實是很不分別的 但是 到底上 都是有一些 就是 形式上的限制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在最近的一些 事件裡面 兩個 管治去到 分得都很清楚 我們 知道 在這個 兩會開會期間 港區的全國人大代表 是開了一些會議的 會議裡面 習近平說了說 是否要支持 這個 特區政府施政 就是 要支持 特區政府 等等 跟著就是 有 正義的十點 涉及 大家都知道 人大是政府組織 政府組織 就是 中央政府的組織 根據 這個 基本法規定 可以在香港 所謂 是民族 即是政府 有一條是說明 中央機構 不可以 人大就是一個中央機構 但是 政協就不同了 政協是 中國共產黨 直接頂到 一個 統一戰線組織 即是 統戰機構 它不是一個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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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在香港 運作 受這個基本法的 相反條文 即限制 所以它的領土性是大一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協議 不是跟人大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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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做的 是跟政協 那裡做的 是政協的 那裡做的 就是 換句話說 它是開啟了 社會部 管中央機構 會在香港運作的規定 就是跟人大合作的 可以在香港運作的 很令它運作 這個我們當然是 可以留意的一件事 我今天就是 近期講多 待會大家 再討論一下 或者再補充 我今天就想 用簡單一個 PowerPoint的分析 來幫大家 分享一下我自己 對這個 文章的一些看法 首先 我們想看看 它所說的 就是中央外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 究竟包括哪幾類呢 有三大類 負責香港事務 或專門做香港工作的 中央主管部門 派出機構 負責其他 全國性事務 的中央機構 還有 跟香港特區 聯繫密切的 內地有關省區市 黨委 政府等等 這是原文的 這個是他 曹先生所提的管治隊伍 第二支管治隊伍 所包括那三類人 那 怎麼去解讀這三類人呢 第一類 我的理解 就是國務院港澳辦 和中央聯絡辦公室 就是現在已經有的 第二類呢 就好像說 國家安全部 公安部 外經貿部 這些 它主管全國事務的 當然 香港屬於 中國一部分 當然會有 需要 管理香港事務 第三類 就屬於 譬如我舉一個例 就是 廣東省白辦 白辦呢 大家知道 就是 廣東省委 注意的是 省委 是 黨系統的 省委 例白辦公室 就是專門 負責香港事務的 那麼 就我所知呢 就是很多跟香港 鄰近 就是跟香港關係密切的 省市區呢 都有類似的 就是 在黨系統裡面 有類似的 機構 在政府系統裡面呢 也都有 相關的 機構 譬如說 政府系統裡面 譬如說 這個 國家安全廳 這些 為什麼會 這麼突出舉例 國家安全部 或者國家安全廳 作為例子呢 因為據我所知呢 在回歸初期呢 曾經 北京曾經提出過 在香港 成立 國家安全部的 公開的機構 那這件事情呢 當時來講呢 是 是 鄉政府呢 特區政府呢 是 拒絕了 那就是你從開始的時候 希望在香港 成立一個 國家安全部 的 派出機構 那你會看到呢 他 就是那個 現在所講的 很多 曹業會裡面的文章所講的 很多 內地相關機構 其實呢 我覺得呢 是 隱隱然 是以這個 國家安全為主要的了 首先 我看 這篇文章第一個印象呢 就是 跟基本法的規定 是不相符的 因為 基本法的第二十二條 講得很清楚 是沒有法子再清楚的了 就是說內地 內地的 所屬 中央政府所屬的 各部門國省市區 直轄市均不得 關於香港特區管理的事務 機構都不可以在香港 派出這個 什麼 機構或者人員 這是跟基本法第二十二條 是直接衝突的 那 為什麼會有這個 這個提議 是體現了什麼呢 剛才 阿蓮說了 就是一些 治港的思維 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化 那如果你說 過去 就是說 坊間有傳聞 西環決策 中環執行 那你去說它是 已經是大家 就是 心照不孫 是違背了基本法的精神 但是現在呢 它提出 要公開 合法 地運作呢 那我覺得呢 就連基本法的文字呢 特別是第二十二條的文字呢 都是 是 違背了 那 為什麼會有這個 變化呢 剛才阿蓮 很強調 就是那個 變化 那我自己呢 就在這個問題上面 也都是從 曹義寶第四部分 文章的第四部分 深入去 去追究 為什麼會 就是 從 從北京的立場說 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 那 你從它 04年 開始提出 這個 這個 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 建設的決定裡面 將香港包括在內 曹義寶裡面 曹義寶文章很強調 它是首次 第一次 黨的文件提出 提出這件事情 其實你去追溯到 應該呢 03年 五十萬行示威呢 是導致 這個 中共呢 開始認為 就是 保持香港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是黨的 新形勢下 治國理政的 新的課題 那麼 我們看到 現在所看到的文章 文件呢 就是04年 第一次提出 呃 07年 sorry 不是08年 07年的17大政治報告呢 再次重申一點 好 那 在十七大政治報告 發表了之後 因為 裡面 胡錦濤的報告裡面提到 重申這句說話 所以在 08年 這個 中共中央統戰部 第二十次全國統戰會議上面呢 就發表了一個文件的解讀 文件的解讀就是 如何理解 保持香港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是我們黨 治國理政面臨的 浸身課題 就是 這個 統戰部發表的 這篇文章呢 就是為了解釋 胡錦濤 為什麼在十七大報告上面 會有這個提法 那麼這篇文章呢 就提到 提到 就是上面 一連串 東西 我們摘取它最關鍵那裡 他看到就是說 但是 保持香港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 亦都遇到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 首先呢 一國兩制是一個全新的過題 大陸就是社會主義 香港港澳就是資本主義 那 如何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呢 沒有先例可循 沒有經驗可遮監 這是第一個原因 他所理解的 就是那個 新課題的一個解釋 第二 就是香港經濟正處於轉型過程之中 加上亞洲金融危機 非典疫情等影響 香港經濟社會民生問題 相互交錯 利益關係比較複雜 這些問題都是會影響 保持港澳長期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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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是考驗我們黨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的考驗 就是這個是 這個是 統戰部 原文件 他是這樣解釋這個新形勢 我覺得還有一個 國家安全的考慮 比如在50萬的示威之後呢 當時我接觸到很多人都提到這個 就是 國家安全的問題呢 不能夠低估 就是向中央提出這些建議 所以他見到呢 在2007年 胡錦濤 對不起我寫了2008 應該是錯 2007年的 胡錦濤 在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提出呢 堅決反對外部勢力 干預香港澳門事故 顯然間他看到 香港可以成為一個 國家安全的 的顧慮 胡錦濤這個觀點提出來之後呢 就由 港澳辦副主任 張曉明 寫了一篇文章 不斷創造香港澳門更加美好的明天 就這裡收了進去 中共十七大報告輔導讀本 大家知道中共十七大報告是一本書來的 好威死牆的 那就是要由 各部門的人呢 寫一些解釋性的 文章 來輔導 一些黨員 來學習這個黨的文件的 那其中呢就有 有一篇文章呢 就由 港澳辦 副主任張曉明寫的 就收了在這個文集裡面的 那他就要解釋 胡錦濤 為什麼會認為 香港會有 面臨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 那他裡面就這樣說 我們也要清醒地 看見國際上一些反華勢力 始終沒有放棄利用 香港澳門 對我的進行壓制 和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圖謀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 他們不時對純屬中國內政的 港澳事務指手畫腳 並透過多種方式進行干預 鑒此 黨的十七大報告嚴正宣示 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澳門事務 我覺得這裡已經提供了足夠的背景 來解釋曹爾寶這篇文章 總結他所提出的新形勢 新變化 新在哪裡呢 我覺得就是這幾點 第一 在50萬人示威之後 中共注意到新形勢之一 就是中央和地方關係出現了矛盾 這個矛盾歸結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導致23條落法是難產 這個是新形勢 新形勢之二就是香港內部 由於香港經濟轉型 剛才引述統戰部文章看到 由於香港經濟形勢轉型 香港內部出現很多問題 第三個新形勢 就是由香港誘法的國家安全問題 是不用低估了 這就是我根據中共自己的文件 來分析 怎樣去理解 說 就是 這個 面臨新的形勢 剛剛所說的就是 因為面臨新的形勢 而促使中共要去考慮這些做法 但是我自己覺得呢 除了那些新形勢之外呢 其實 都有一個回歸 中共式行政管理的因素在這裡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我自己覺得 就是長期觀察 我覺得呢 中共那個地方行政管理體制 有三個特點 第一點呢 就是 黨政相軌 就是剛剛那年都提過了 就是 黨一支權力 政另一支權力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第二呢就是 在中共管理其他自治區 香港不算是一個自治區 但是 但是 其實 講話 香港是一個特區 基本上都是要強調 要體現地方特色 我們看回中共管理其他自治區 的一個特點 就是 自治區本土人士 不得出任最高首長 這個不明文的規定 我等一下再去分析 第三呢 在中共地方管治體制來說呢 是經常強調 要打擊地方主義 好了 首先我解釋什麼叫 就是我看它 兩院 兩院就是檢察院 法院等等 我們經常看到 就是 在幾乎每一個省 你都看到 是正出兩門的 權力相軌 黨委 和省政府 經常是 是矛盾重重的 每一個省 幾乎都有 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呢 是它一種built-in的制衡 就是使得 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每一個地方呢 都有 有兩支隊員在這裏 在互相制衡 那麼呢 剛才我們看到 它有五套班子 那麼這五套班子呢 在香港來說呢 暫時是不出現的 黨委 我們知道有個黨委 有個地下黨 但是呢 這個黨委 至少目前 是沒有公開 合法地運作 政府呢 我們政府是按 基本法規定 創新 人大 目前 它不屬於香港的架構 所以沒有發揮作用 政協也是 它不屬於香港的架構之內 所以也沒有發揮作用 香港的兩院 至少基於基本法 司法獨立的原則 也不受政府影響 那麼我覺得呢 近這幾年來 我們聽到一連串的建議 這些建議呢 其實呢 都是 有個特點呢 就是 向大陸那套行政管理體制 看齊 的一個 一個特點來的 你譬如黨委 曹耳寶這個建議呢 我覺得很大 很大程度上呢 是要讓這個 目前 處於地下狀態的這個黨委呢 是浮出水面 所以呢 就等於在香港呢 就 建立一個黨委的組織 那就變成是 是 回歸好像內地的行政體制 那個 以黨委領導這樣 政府呢 暫時沒有 聽到沒有什麼新的建議 人大 暫時都沒有聽到什麼新的建議 政協 我們已經聽到了 黎貴康最近就 提出 十點協議 這個 縱使他說 否認是協議 但是我想 就是是不是協議 那個字眼 問題不大 但是總之是有些 有些建議 就是作出來了 兩月 我們最近都看到 習近平 提出司法要和行政 就是 互相配合 互相支持 這些這樣的講話 所以最近這 年多以來 年多一年 年多兩年以來 很多種類似的 講法呢 使得我 感覺到呢 它是不是 希望香港的行政管理體制 是回歸回 好像內地那套 那套 那套 模式 好了 另外 我們看它的 內地 在管理的自治區的問題上 所有自治區的 你和那些人談 他都會告訴你 是沒有真正的自治的 因為有很多原因 組織上的原因是什麼呢 有個不明文的規定 就是本土人士 不可以出任最高首長 什麼叫做最高首長呢 黨委書記 就是自治區的書記 就是最高首長了 自治區的政府 不是最高首長 你看它自治區 黨委的結構 你就看到了 自治區的黨委 那個書記 是 一定是 就是漢人 或者是中央派的 自治區政府 那個首長 可以是本土的人 本民族的人 但是它在黨的系統裏面 永遠只是佔第二位 所以從一點 你看到 就是 事實上有 有 有 有一個不明文的規定 就是 本土的人 不可以出任最高首長 那麼 政府系統的人 可以由最 由本土的人出任 人大系統 人大 往往也都由於最高領導人 人大的主任 由於 由於 近幾年 中共推行 這個黨領導一切 所以在很多地方 自治區的人大 都是由黨委書記兼入的 所以實際上 在人大系統裏面來說 本土民族 都很難出任 就是最高首長 當然 政協和兩院 這兩套班子 就可以讓你 本土人士出任最高首長 這是組織上的原因 政策上的原因 地方政府 可以制定 執行 有本地區特點的政策 但是地方黨委 要保證 全國性的政令 在自治區通行無阻 這個情況下 我們看到 扶女子從組織上 或者從政策上 這兩個特點 都導致 民族自治區域的自治 是 屠有虛名 那對香港的啟示 我覺得最近 這個中聯辦 出面 通過海事處 阻止 這個 倒吊船的出海 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就說明 中聯辦 已經開始 扮演了這個 第二支 團隊 的 功能 和角色 第三個 剛才我講到 中共管理 地方 的 行政體制 有一個特點 就是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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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心 出現所謂的地方主義 首先 從過去60年來 就是建國60年以來 我們看到 中共是不斷在內地 各地 打擊地方主義的 而 剛好呢 廣東省呢 就往往被認為 地方主義最嚴重的地方 所以 對廣東省的打擊 控制呢 是 相當之 嚴重的 那 我們看回呢 就是 過去 看看香港情況是怎樣的呢 我在這個 中英 談判採訪期間 和在 基本法制定的過程之中呢 我都很 很強烈感受到呢 北京 是很擔心 香港 會 會出現一個 借根於本土的 政治力量 所以呢 在 無論在中英談判期間也好 在基本法制定過程之中 都是不斷 提出種種的 的 觀點呢 來 防止 英國在香港 培育地方主義 所以那個 當我們香港最初 搞這個選舉的時候 由區議會選舉的時候呢 我想當時在民會報告 我已經得到的指示 就是說 要 要批判 港英 以民主為命呢 是培育地方主義 但是 如果 但是基本法又 搭穩香港是有雙普選 那你理論上 雙普選的結果 就一定會產生一個 借根於本地的政治力量 這個政治力量 它的權力來源 一定是來源於本土的 因為這是雙普選的必然結果 所以呢 我們看到呢 在我們 強烈提出雙普選之後 終於現在呢 答應在 17和20年有雙普選 但與此同時呢 吳邦國 人大主任呢 人大常委會主任呢 就開始 不斷跟我們說 提醒香港人 權力 是來自中央 但是這個就是在 2007年這個 回歸 十周年的時候 我講話 即是 縱使說 將來我們的 有雙普選之後呢 權力都是來源於中央 所以我覺得 他現在 在這個時候 提出 提出 一個 第二支 管治隊伍 正正就是 因為想 在 雙普選 出現一個 本土政權 即是 權力來源於 本土的一個政權 出現之前 在他上面 在他更高層次 加設一個 一個權力中心 這個就是 現在 曹先生所講的 第二支 短短的 功能 總結 以上所講的分析 我自己覺得 制度回歸 是因 形勢變化是緣 制度回歸是原因 是原因 形勢變化是近因 制度回歸是必然性 形勢變化是偶然性 這個就是我自己 解讀 《松義寶》文章 所看到的這些變化 我覺得呢 因為 六十年來的行政管理的經驗 令他們 本能地 希望香港 回歸回內地 這套 管理體制 我們要注意到就是 最近開始有些 回歸十周年之後 國內開始有些 讀 有些學者提出 一國兩制 違憲 因為這些說法 其實 是很 很大人害怕的 如果我們一國兩制是違憲的話 我們 我們 只能夠回歸回中國 那套行政管理體制 所以我覺得呢 就是 就是 這個 這個 松義寶的文章 其實反映 是有股力量 是 要希望 這個 我們這個制度 是回歸回 內地 行政六十年的 那套制度 那 這件事對香港 會有些什麼影響呢 我就嘗試去作一些 比較 我覺得歷史的經驗 很值得 我們總結 我這裡是比較 兩份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 1949年的 共同綱領 第二份文件是 1951年的 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 這兩份文件呢 共同綱領呢 就是要保存 私有財產 和資本主義 15到20年 不變 但是我們看到 1956年 全國已經完成了 國有化了 那即是說這個文件呢 就是 本來是想行 行十五到二十年的 結果行了五年 就變了 那 結果是怎樣呢 就造成國家 頭三十年 很大的災難 我們看 十七條 十七條 是承諾 保存西藏原制度 不變的 有沒有期限呢 沒有期限 但是我們看到 1956年 開始 在藏區 推行社會主義改革 那就大件事了 你共產黨是無神論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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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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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有神論的 那就很大件事了 所以足之就造成了1959年的叛变 造成今天西藏独立的问题 好了,我们看看会不会同样的命运 又从同样的历史事件又重新出变 我们签了一份基本法 保证原制度不变是50年不变 但是呢,现在2008年开始 就已经提出令撤第二支队伍 那这个会不会是一种突变的先兆呢? 如果是发生了... 根据过去两次历史事件 如果是发生了突变的时候呢 我相信香港 香港,纵使我们不会再重新出现这些灾难 但是呢,起码香港从此就会失去它的特色 那这三份... 前两件事和现在这一份... 有一个共同点 第一,都是中共和人民达成的莊严的承诺 是吧? 第二,都是以保持原制度为主要目的 第三呢,都是强调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变 第二,都是远远未到期就变 特别是,都是以新形势为理由 去取消原底的承诺 所以,曹玉堡里面强调新形势 我看见新形势的这三个字呢 我就令我想起以前... 以前那两次严重的违约的时候呢 都是以新形势 是变化为理由呢 是变了去的 那如果是... 实行了曹玉堡的建议之后呢 我觉得两制之间 就会失去一个缓冲区 一个防火墙 我觉得香港之所以成功呢 是有赖于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呢 是实现了一种有效的分隔 这种分隔呢 使得我们六十年来呢 免受大陆政治运动的折腾 而且呢,可以发展出一套 不同于内地的政治制度 可以和西方世界 比较注重普世价值的观点接轨 那这个防火墙呢 就成为了... 使得香港能够成为中国土地上 最自由的一片落土 好了 这个防火墙是怎样形成呢 回归之前 英国提供了这个防火墙的功能 回归之后 我觉得 一国两制 基本法的规定 也都提供了 一个类似防火墙的功能 如果 我们 有人 通过 曲解这个基本法 使得一国两制 失却了这个防火墙的功能的时候呢 那香港就难以和大陆的政治 实行有效的分割 那香港就不可避免地呢 要受到内地政治的折騰 那我觉得 百多年来 香港一直是中国土地上最自由的地方 我们就凭着这一点自由呢 使得香港能够对中国大陆 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个已经在过去一百多年来 的历史是证明了的了 那如果香港 从此 一制化 回归大陆的那种 本质模式的时候 那会使得香港失去它的特色 变成另外一个中国城市 那如果香港失去特色的时候呢 固然只是香港的损失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损失 所以我 最后我号召 希望大家 亦都包括中央政府 好好反思一下 当年 邓小平 做什么 要提出一国两制 希望大家都好好反思一下这个问题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现在有十分钟左右的答案时间 很难不,因为你讲笑了 不想入口 我想问整形一个问题 就是 那个 地方主义的问题 我留意到中聯辦即是以前的大新華 裏面的香港職員或國安保 在回歸之後 換了很多人 我不清楚是否全部換了 我印象中是八九成的 我們都知道原來的香港外部 都是很忠心緊緊跟了中國共產黨幾十年的一些香港人 但是回歸之後都是全部撤換了 這種做法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地方主義那種態度 是幾絕對 連他自己的系統裏面的香港人都不可以信任 那他怎會信任呢 港人自說 將來的港人自說 都是中央法律來香港住了七年的港人 我們看回歷史 在解放前 就已經有所謂老區幹部和新區幹部的矛盾 什麼叫老區幹部呢 就是在老解放區 就是解放得比較早的地方 那麼到解放大軍 南下之後呢 就建立了很多新的解放區 在新解放區工作了很多年的地下黨員 到解放的時候呢 全部都得不到重用 全部都由老區的幹部派去新區 負負責新區的工作 這個事情呢 在他奪取全國政權之前就已經是這樣的了 已經是這樣做的了 所以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呢 他一樣是很著重去打擊這個地方主義的 就是擔心這個地方的幹部 原來的幹部呢 是會 這個 對中央是不能夠做到絕對覆懲 所以呢 都是去 這個 譬如廣東省 解放初期 對海南島的馮白區 是進行了很嚴重的打擊 在民家時期 途主的一個大的罪名就是搞地方主義 搞港地方主義等等 所以呢 其實 在香港問題上 同樣的 同樣的矛盾一樣出現 有時候你看一些 我所說的老左 就是香港的 老土共 他們很bitter 你看他們的文章 你是感受到各種bitterness 因為他們辛辛苦苦 在香港堅持革命 堅持支持共產黨 遭受港英的很殘酷的打擊 但是到了回歸之後呢 全部得不到 重量全部都是靠北京派下來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呢 就是 其實是 一以半之的 自我利 就我對他的理解呢 是他長期來對地方主義的 一種擔心 所造成的 曹義寶的問題上呢 他是比較 我們可以接受的 他都是我們分享的看法 覺得曹義寶過了界 其實這個說法 有懷住的好處 那我想你看一下 你分析一下 吳康明的情況 所以我想你們兩位 都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我一看香港問題 就很喜歡連澳門問題說 那會不會因為香港很難搞 所以他們就加快澳門那個改變 那所以其實澳門現在呢 我覺得他已經回歸了去那個 即中國那個已經回歸了 那個建設局 那香港現在是不是會逐步跟澳門口測 是能夠反映到香港本地的實際情況 事實上很多本地的左派的幹部 他是能夠提出比較符合香港的正程特點的建議 譬如我們知道 以前黃文芳、放叔 放叔提出很多在香港回歸中英談判期間 他提出很多觀點 其實都是很反映香港人 香港這個地方 對這個地方有真正認識的人的一些看法 所以就是 但是很可惜就是 這些人 這些對本土有認識的人 往往他們的意見 在回歸之後都不能夠得到重用 就因為這個 就是 北京只是信他派下來的人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至於澳門那裡我覺得 澳門現在實際上 我覺得自從這個 曹怡寶那篇文章發表了之後 剛才阿廉引述那個新華澳報 已經講得很清楚 新華澳報已經講得很清楚 自從曹怡寶文章發表了之後 澳門中聯辦已經傾籌而出 那篇文章 舉例就是傾籌而出 去跟各界建立關係 包括說 幫他 幫澳門政府舉行記者來會 幫他保台站台 就是用那篇文章好像是這樣說的 他不信本地人 但他其實是信某一些本地人 他是不信一些 沒有恆產又沒有恆心的人 即是沒有恆產又沒有恆心 有恆產就可以有恆心 他會信一些有恆心的人 我估計 這支管子隊不能夠自己在香港借運作 他一定要通過香港人 第一他們不會講廣東話 你看看新華社 不是大新華社 即是中聯辦那些人 是不會講廣東話 外交部的人是不會講廣東話 他們一定要通過 因為這麼十幾年都沒有學會廣東話 他們要通過本地人才可以運作 但是他們是要找哪些本地人呢 他們不會找一些 只是德國外國概念 或者是 即是 怎麼說呢 知識物資等等 他們是一定要找一些有利益 可以給他握手的人 在大陸做生意 或者在香港做得很 很愛那些人 所以我們才要 我普通這叫政治抵押 可能是經濟抵押 所以我們才要留意兩件事 第一件事 我記不記得這個水門事件 在裡面那個深厚 即是他教那個記者 怎樣去追線索的時候 Follow the money 我們在香港其實要做兩件事 我們經常看著中間政府是沒有用的 是要看黨 Follow the party 接著呢 黨在香港運作的時候 我們就要Follow the money 那你看看 即是 在香港哪些人會跟這個第二管治 另外運作呢 就是 我想是 在香港由財有勢 或者是希望成為一個財有勢的人 所以 所以 即是 即是這件事 這個政協十點協議 出了來之後 中聯辦他是強調 我們 或者即是 某些親 編制派的人 是強調 我們是講那些 邊境合作項目等等 那些東西 即是這些是完全 即是跟政治無關 但我相信是真的 因為你 第二管治隊伍 跟香港人 特別是那類人合作的時候 是真的要有些事情做才行 即是 即是 跟一區合作那些人 你只是跟他們講政治 他沒有興趣的 你一定要跟他們講真金白銀的 那所以呢 這個管治隊伍運作的時候 一定是有利益 在裡面 通過利益 你去 建立關係 然後在香港做事 那還有呢 我完全相信 這個第二支管治隊伍 是對香港事務 本身裡面的事務 是沒有興趣的 即是政治犯來的事務 是沒有興趣的 誰在哪裏拿一塊地皮 誰在哪裏搞一個政府資助的項目 他對這些是沒有興趣的 但是 他有興趣的就是 香港人沒有興趣的 所以他中間就要建立一個 利益和政治互相交換的平台 那這個平台呢 我覺得呢 就是那個 十年協議 那個後面那個 那個議員 就是建立一個這樣的平台 給他們管治 第二管治隊伍運 和香港他們的對象 是在這裏合作的一個平台 程翔就說 叫我們反思一下 鄧小平那個設計 一國兩制的初衷 我就由頭到尾都相信 是一個權宜之計來的 即是要收回 令香港人當時害怕得那麼緊要 不要怕 那現在一路發展 即是要加強控制 亦都是預了 不過我想兩位講一講 就是呢 我們在立法會都談過 曹爾寶那些事情 這樣呢 特區政府是不認的 他學習的 他不覺得他不認的 中央呢 亦都沒有大挪大鼓開記者會宣佈的 即是你就算來他香港那些事情 他自己出來又否認 但是後來另外一個又說 你的理所當然 即是他們好像呢 就是有些 歉一些的 他不是那麼夠膽 走出台前 哎呀我現在是來什麼的了 你要分析他的心態 是不是他都有一些事情 抓住他 雖然說 是不是一國兩制 因為你不可以亂來 是不是香港人很害怕 是不是國際社會 看著他 他有些什麼 在這方面令到他呢 想做 但是又縮下 又去下又縮下 這個心態 即我們怎樣去理解 以及怎樣用他這件事 這麼擔心呢 即如果他有擔心的話呢 去處理回 即是維吾輝 或者高度自治呢 我覺得他 現階段不敢理直氣壯提出來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太過明顯地 違反了《基本法》第22條 因為22條寫得很清楚的 即是沒有半點空間 是讓你有懸念的 就是很清楚 就是內地幹部 不涉及香港的東西 那你現在 內地幹部又要 就是徒兒堡所提的那三類人 那三類人 可以是包括很多人的 是吧 你怎樣去Divine那三類人呢 那三類人 你就 即是那個範圍 特別是第二類 中央處理全國性事務的部門 那些全國性事務 當然會有些是涉及到香港的 是吧 變成那些所有的部門 涉及到香港的人 都包括在第二支管治隊員裡面 他很難去解釋 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我覺得整個 整個 曹怡寶的建議 或者黎偉康的十點協議等等 都是很明顯地違反了 這個 就是這個 曹怡寶的建議 是很明顯違反了 這個 這個 《基督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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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一些利益的渠道 因為你在大陸做生意 很有利益 那怎樣才能夠吸引到 香港的一些精英 對到這個平台上面 和它一起運作呢 就要有大陸的那些 幹部的官員 提供一些可能在大陸裡面 做生意的機會等等 那 就是不是可以 他們合作 大家合作 就是大家合作 我這個 推測 很多 兩位港姐 都講了很重要的 一個分析 不過我想 亦都很重要 就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人 我們 要怎麼做呢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其實這個 我想 講到 其實在最後一段 鄧小平 設一個兩制 就是我想 無論是誰同意的 剛才劉慧卿講 其實都是假話 權宜都好 我想都是死馬耳 放門馬耳 尤其是 根本這個東西 已經放了下去 其實無論是 中國憲法 31條 基本法 都是全國人大通報的法目 這個 也都很清楚的 在這樣的制裏 我覺得 一定要 我們要繼續 去詮釋 整個的一個兩制 是一個堅議 應該是堅議 來的 即是 如果 有任何的東西 現在是 無論是 無論是 中國政府 或是 法律上 是 政策上 法律上 法律上 都是 違背了他們的 承諾 和法律 我覺得這個第一點 要是 很堅持 任何的介紹 包括他們已經說的22 任何的 可能出現的界線問題 我覺得 要去 頂越 第二 當然 都很重要 是 要令到香港市民知道 現在這個發展 對香港其實是一個 大的災難 那個摧毀 第三 我覺得 到底現在 譬如說 北京 如何去詮釋 他們是 去到甚麼程度 是不是 很高的一個 政策決定呢 我覺得 當然 會有一定的 空間 當然 我猜 成長準備 要大家想想 包括中央也想想 也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想 在未來的發展 也是 需要令到 包括 北京的了解 你這樣搞香港 對中國也沒有好處 看看兩位 香港人 如何去做 也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 我 我只能夠 就是 盡量 將這件事 告訴大家 發現 有甚麼問題 有甚麼新發展 是值得我們去關注的 那 我想 我都 在新聞工作這個範圍 我都會盡量 是 這樣做 至於大家想 其他人應該怎麼做 就是 大家的社團 那個團體 大家都 都 都去 出一下意見 其實 香港已經 不少人 特別在商界 我們聽到的聲音 是 覺得 基本法是一個 阻著力後轉的東西 那我想 剛才我說 政治和經濟 就是利益的交換 這個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有朝一天 就是中國 共產黨想廢除這個 不平等調約的時候 就會有人出聲 基本法是甚麼來的 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 在當時的惡際形勢之下 逼不得已做出來的一個妥言 不是一個不平等調約 不是一個不平等調約 到中國強大了之後 這個不平等調約應該取消 那 來自香港的聲音 應該是那些商界的 那到時候 就是 裏應外行 就是 50年前 之前 就可以變 各位朋友 現在就開始第二節 這個程序 首先 我們請 15分鐘 希望大家講者 控制這個時間 可以聽到更多的台下的法文 然後 就是 由香港中文大學 的條文本身 它是 文字上面 有很大的空間 剛才曾提到 就是 22條 可能可以 為什麼 都不可能解釋到 從而補講理解 可以成立得到 我都同意的 在文字上面 可能是的 但是 始終還有一個最關鍵的 解釋權的操控 就是在人大常委那裡 解釋權在人大常委那裡 這個其實也是 使得香港 基本法 這個所謂的憲法的博弈 和政治的博弈很近似 因為 如果你在其他的 譬如美國 他在講憲法的博弈的時候 始終 最終那個解釋權 在一個獨立的法院 去行使的時候 雖然都仍然有很多的政治的考慮 仍然在那個 憲法解釋裡面 但是 始終都會有一些的譜 在這裡 有一些根據 但是 在香港的憲法裡面 因為解釋權的問題 所以是我們那個憲法 所能夠給到那個規範性 是有 但是 是未必 好像相似其他國家的憲法 所能夠給到那種的規範性 我在講的是 就是憲法那個層面 但是博弈的層面 我想就是在 一個這樣的博弈的情況裡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players 大家都可能 在根據法律上面 憲法上面 他們擁有一定的權力 但是在國內 我想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或者一個所謂的資源 就是 認受性的問題 在國內 它解釋 英文就是legitimacy 但是在國內 通常翻譯就是合法性 但是其實合法性和認受性 我覺得是錯誤解釋的 就是legitimacy 是more than 是遠遠超過合法的 就是你合法 不是代表你有那種的正當性在這裡 就是說我喜歡用的解釋 用這個翻譯就是 認受性 或者大家一邊講的時候 legitimacy 如果我們用這種憲法博弈的框架 去理解整件事的時候 我們這樣去看 就是 曹爾寶可能是代表著 某種在中共的系統裡面 剛才劉珍提到的 就是那個黨的系統 或者可能 即使在中共的系統裡面 也不是鐵板一塊的 就是說它可能有不同的players 在中共本身的系統裡面 他們嘗試都去在整個的博弈裡面 嘗試去發揮一定的 提出一種他認為是要去達到的目標的 而曹爾寶可能是反映著某一種的 在中共裡面的某一種的觀點 而他提了出來之後 假設是將來真的 說真的曹爾寶式的那種 在澳門出現的情況 在香港也同時間出現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 有沒有一個認受性的問題? 就是說他這樣做的時候 他能不能夠真是可以 管治到香港 好像在澳門那樣的情況 我相信這個 在香港的情況 就遠遠複雜過在澳門的情況 因為香港我想 我們那個公民社會 以及政黨 自治分子的階層 那種由我相信 0371之後 我們看到 那個的力量是相當之強大的 不過這個可能有些人 不同意我分析 不過我至少覺得 仍然是相對於 在澳門來說 相對於是強大很多 這個令到曹爾寶 他提出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個的認受性 就是在香港本土裡面 那個認受性 其實他不同意 在澳門裡面 澳門可能已經 一提出來 大家已經差不多 接落了他的位置 就變成他就可以很容易的 就將那種的 就是要實踐 這種第二個管治隊 這種的安排 可以實踐出來 但是在香港裡面 我想就是很困難 至少我看到他 他不是那麼容易 是可以做得到 我嘗試從另 就是一直很多的分析 就是我想是 剛才都有問題提到 就是特區政府 那個角色是怎麼樣 就是其實如果你在 整個憲法的博弈裡面 其實都是其中一個 非常之關鍵的player 如果你說 如果是曹爾寶式的那種的 第二個管治隊伍出來的時候 其實最直接 最immediate 受到影響的 是香港那個管治隊伍 那麼香港那個管治隊伍呢 他也不是跟這個 中央那個的管治隊伍呢 是同一個的思維來的 就是在一個博弈裡面 他也有他自己的interest 他自己的目的 或者是他自己的資源 但是他要怎麼去回應呢 就是我只是可以用一個 就是博弈也是用一個 rational choice 的理解而已 就是很理性地 他一定不喜歡 有人突然踩進去 我的範圍裡 但是呢 又受制於一國兩制 只是一國大國兩制的時候 他是要很有技巧地去作出拒絕 但是怎麼去作出拒絕呢 而我想程康剛剛提到 其中最近 海事處的那個禮子呢 可能呢 就是我理解 可能這件事情 不是一些大件事 所以呢 不如就 在一個博弈裡面 我不會為了一個小的game的損失呢 我就去犧牲一個大的game的損失 所以呢 我寧願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可以移動一下 但是呢 可能在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上面 特區政府會不會 都完全可以 好像澳門政府那樣 融讓這個 就是中聯辦走出來幫他 幫台 武台 我剛才提到一個角度就是 特區政府應該怎麼站呢 第二個就關回到 剛才程康也提過 在 就是為什麼會出現了曹二寶 這種這樣的觀念出來 或者這種這樣的行動出來 這個其實我也同意 就是0371之後的一個 整個香港的內部的管治形勢 的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很吊詭的 就是說 因為0371之後 特區政府 其實應該不只是0371之前已經出現了 就是特區政府那個認受性 在整個香港的內部的認受性 是一直一直一直向下跌 而0371之後曾蔭權上台 是某程度提升了他的認受性 但是呢 過去一年又跌得 好像0371前的董建華那樣 這個我想可以看在一個這樣的背景去看的時候 就是說 特區政府的認受性是越弱的話 就是說 中央那個的管治隊伍 它能夠走出來更加公開 而被香港市民接受的可能性呢 其實可能是越提升 其實如果從很多民意調查看到 香港市民呢 其實對於特區政府的認受性呢 其實是一直下跌的 但是反而呢 對於中央政府 我不是說曹兒堡那種的第二管治隊伍 可能大家 就是在訪問的時候 可能大家問說是胡錦濤 說的是溫家堡 那個層級的時候呢 那個認受性是高的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很吊詭的情況就是說 你越是去踩特區政府的認受性的話呢 一直令它越來越向下的時候呢 可能反過來呢 第二個管治隊伍 就是一個中央內置 中央管治隊伍的認受性呢 可能是一路一路升 因為你香港人搞不定了 再加上立法會議員的認受性 一直都在下跌 那時候呢 就是有一個很吊詭的情況 就是說 我們怎樣去面對一種 就是這樣 就是如果我們用博弈的觀念 用認受性 作為一個 在一個博弈裡面的籌碼的話呢 我們發覺是挺吊詭的 公義 剛才提到 最後問到就是 香港市民可以做什麼呢 這樣 其實怪我 我們不是說香港市民 而是說回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這樣的聚會 就是我們有不同的 公民社會裡面 一些不同的政治組織 或者不同的組織的時候 就是我們怎樣去面對呢 當然 就是你一下馬上喝住曹爾寶 就是說你這件事 是不會得到香港市民的 公民社會裡面的認同的 你這個是沒有認受性的 你說出來的方法呢 是完全不work的 在香港是運作不了的 那這個可能是 令到他不夠膽 就是更加公開的去講這件事 那但是 就是再長遠一點去看 我們怎樣去 去面對這個問題 其實都某程度上是 我想程常是 我很同意 就是他指出了一個 其實是一個某程度上 一個兩制 一個挺大的困局的人 就是說如果我們 一路繼續實行普選的話 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的普選 就一定會提升地方主義 而提升地方主義的話 就一定會 中央一定不放心 而不放心的時候 就一定會 是令到 兩邊的力量 在路不斷的對行 而香港市民 在整件事情上面 會怎樣去看呢 我不夠膽完全肯定 就是說香港市民一定會完全是 站在所謂民主的發展那邊的 因為最近我也看了很多的研究 關於在中國內地裡面的認受性的研究 可能大家會一直有一個印象 以為 中國政府的認受性 一定是不高的 在內地裡面 但是從很多的研究 就是外國的學者 美國的學者 其他國家的學者 去做關於中國政府的認受性的時候 在美國剛剛我看了一個研究 那個是美國的一個學者 叫Bruce Gilley 他做了一個72個國家的認受性的比較的時候 中國政府的認受性是排在第12位的 即是在他的研究裡面 其實中國政府的認受性其實是高的 相對於很多國家來講 他都是一個高的認受性 當然什麼去導致那個認受性呢? 就是在他的分析裡面 就不只是民主選舉是會能夠產生認受性的 而是譬如說一個很有效的政府 或者是經濟發展很迅速的政府 一樣是可以產生到認受性的 所以說就是在香港這個環境裡面 就說如果香港市民覺得 特區政府又管不了了 選出來的政黨我又信不過了 可能他寧願給曹爾寶的那種的管制隊 可能還行啊 就是這個其實是一個幾… 我覺得是有一個難處理的地方 就是真的怎樣能夠去面對它呢 我想是大家要再去談 我只是嘗試去提出一個 就是用一個憲法的博弈的分析框架 尤其是關於認受性的概念 是…認受性的概念是一個很主觀的概念 就是我認不認同那個政府 而未必一定是我們用一個很… 所謂normative 就是民主選舉 保養人權 那些一定是令到那個政府認受的 可能在香港這個社會 這個會是能夠產生一個認受性的 一個比較強的一個源頭 同在國內 剛才我所說的 在大陸裡面的分析可能是不同的 但是我想這個也都需要 就是我們繼續在香港做功夫了 那我想我大致上那個分析就是… 好,多謝大家… 好,多謝大家… 我想我簡單主要講三… 三個方向 第一點我想從… 就是…鄧小平 就是… 我經常覺得好像講這些問題 先講鄧小平會穩陣 那就是… 鄧小平原先是構思去… 開始講 那第二就是我怎樣看… 就是曹爾寶這件事件 就是如果當它是一件事件來看的話 那第三就是我怎樣看那個… 或者效應 那就是… 三件事應該是互相關聯的 那第一呢 就是說… 就是… 鄧小平的… 就是… 原先的構想的問題 那就是… 就是… 鄧小平其實… 當然當年… 就是… 未必完全是鄧小平提的 但是在整個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模式裡面 那其實就… 我想… 就是… 如果你看回《基本法》的聯合聲明 落實 就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最重要的條文 我理解就是第二條和第三條 就是… 第二條就是… 香港擁有行政立法司法權 那第三條就是… 就是… 香港的政府本身是… 由一個… 就是… 香港永久成對民擔任 那而這裡一樣… 幾重要的前提呢 就是… 就是… 港人治港的意思是… 中央不派人來… 香港管治香港的意思 那這個… 如果我們看回… 就是… 為什麼最初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或者有一個這樣的構思 那當然一定有… 當年一定有… 就是…想安撫香港人心的… 這個…這樣的… 想法 有這樣的… 出發點…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一些… 就是當年有份… 譬如說… 參與… 就是… 中央制定對港政策的一些… 官員… 包括… 就是… 包括…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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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很多防火牆,如果用了剛才程翔先生的說法 很多防火牆嘗試將內地社會主義的影響隔開 不讓它河水不犯井水地,不讓它污染香港的做法 包括了《基本法》22條的寫法 我理解是出於這樣的精神 就是說你裡面的人不要管香港 而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出發是怎樣去在乎 就是起碼在80年代的時候,中央領導人想 就是說內地的人不應該插手入泥,下下指指短檢 一來那個不是單純是出於高度的自治的考慮 而是因為你那些人其實是不會管的 就是說你那些人如果1997之後經常用社會主義的邏輯 來干預香港的資本主義的運作和發展,你會搞的 這個我理解是由80年代從我讀很多當年決策 或者其他等等的一些文献的一個看法 就是當年,起碼當年,就是當年20多年後 就可以很多東西被人喘改了,被人曲解了 可以被人隨意搓圓的,等等等等 但是我相信當年其中一個想法就是 當它設想過一國兩制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時候 《基本法》裡面寫的很多的兩制分隔的一些配件 其實它的目的都是說不想內地一套社會主義運作的邏輯 干預到香港資本主義的邏輯 因為會搞的 而這裏也牽涉了為何內地的管制隊 不會有22條的寫法 就是它不會除了國防外交之外 很多事情就是你不應該理會 不應該去越左代跑去理會 原因就是背後其中一個假設 都是說你其實未必一定很適合 或者很認識怎樣去運作資本主義 讓你拼命去做,做很多事情 或者你可能會去搞留香港的 這個連結到我第二個想說的話 就是怎樣看曹爾寶這篇文章 剛才練習先生說了幾個不同的可能性 不同的層次 我就傾向不覺得這個真是一個中央 有一個既定政策定調的做法 的一篇文章 因為我相信中央如果真的要全面地接管香港 我不理一國兩制,不理高度自治 做就行了,甚至寫文章 就是不需要找一個這樣的人寫文章 實際上它也都… 而這件事其實如果你說 我會看其中一個很重要 就是本身可能是中國官僚政治 或者在共產黨治下的官僚政治 或者剛才說的那個平衡架構 就是黨政的這個雙軌制下的一個頗為必然的結果 就是黨的機關… 就是為什麼曹爾寶要強調黨呢? 黨很簡單,黨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機關就是中聯辦 於是說我…曹爾寶說白一點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中聯辦應該是重要的 而這個我相信跟剛才阿大耀廷說的有些相關就是 其實一路來講,如果我們看回歸前後 一路來講,共產黨在港的勢力 其實裏面一路有不同的一些 actors 不同的一些集團 其實都是不滿意自己的影響力太小 就很想增加他自己在香港事務上的影響力 很早在1997年 就是說那時候政協已經講… 就是我記得在上面開著全國政協的時候 就徐四文已經去講香港電台的問題 那時候是李瑞環罵他回頭 就說全國政協講全國事務的香港電台問題 回到香港講 就是說全國政協你不應該討論香港問題的 就是全國政協是討論全國性的問題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事件 就是說香港經常有些人想利用他那個 就是全國性政治地位的身份 或者跟中央的關係 來影響香港的事務 或者發揮他自己在香港事務上的政治影響力 但是有時候反而是中央覺得一些事情 你不應該來 就是反而能不能夠守到一條界呢 中央他自己那個擺不擺持得住呢 其實是挺重要的 或者中央領導人 其實如果中央領導人都不重視那條界的話 其實就很難的 於是我的看法我就會覺得 其實我們姑且可以理解 就是說在整個中央治港的系統裡面 包括中聯辦包括港澳辦包括其他… 就是全國人大全國政協 包括這個香港的長期這個… 就是中親共的人士 就是香港現在有些人喜歡叫他們土共 那些人士呢 其實一直這麼多年來 都其實是希望自己可以發展多些的影響力 那裡背後是真的想權力欲 還是有具體的政治經濟利益 可能不一而觸 就是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出發點 可能有些人只不過是覺得 沒有理由找曾蔭權這些人去管治的 應該是我來的 所以我經常覺得 就是說 這類的奪權的努力 不斷都會有的 而且我覺得是中國政治的一個… 就是一個頗為必然的產物來的 就是香港在中國治下 哪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最應該多謝民主派 走出來罵曹爾寶的人 應該是曾蔭權 就是因為他們是想奪他的權 他是最大的受害者 就是說這群人之修華叫奪權的時候 最大的受害者 因為第一步是曾蔭權 因為他的權力會削減 認受性會削減等等 所以他當然不敢出聲 但是他心底裡應該叫劉卫卿那些 罵得愈的很好 應該叫劉卿政府讚載這個聲明 但事實上不會 因為他不敢出聲 但是我嘗試想 就是說如果這個只是… 其實一直都有的一個現象 那麼這次這件事件 有什麼特別的啟示呢 包括我的確是在想著 他說的新的形勢是什麼 那麼新的形勢… 如果說0371 我就覺得0371當然是新的形勢之一 但是0371之後 其實坦白說 中聯辦對香港事務的介入干預 是多了很多 這個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就不需要在08年再去寫文章 那麼就是… 那麼如果是07、08的新的形勢發展是什麼呢 那麼未來的普選呢 那可以是一個可能性 但是我自己就對這個人有一點懷疑 因為未來是不是有普選 我也不太肯定 就是我… 中聯辦也都說得清 他自己會告訴你 將來他會有普選 但是我自己會懷疑 就是說特區政府 再度陷入一個管治危機 其實可能是一個危險 就是一個… 就是… 是一個… 是一個關鍵的因素來的 就是說他覺得… 就是說你又搞不定 就是說其實那個… 如果用回剛才戴璃平說的 那個博弈的模式的話呢 特區政府管治的能力越高 威信越高 營受性越高 文望越高的話呢 他在整個中國政府的系統裡面 他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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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夠大聲一點了 就是說… 你中聯辦不要來… 不要來… 我搞得行的 就是… 政權可以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就是… 上面說我搞得行的 但是如果你經常都民望徘徊 在三… 三十幾啊… 二十幾啊… 十幾個百分之百滿意度啊… 這樣的話呢… 就是… 中聯辦等等的… 其他的… 就是… 有心插手的人呢… 就會嘗試走過來說 他也是搞不定的啦… 不如我來啦… 這樣… 但是這裡牽涉到… 就是… 我們怎麼理解… 就是… 就是… 另外一套本治對五的意思… 那這個就… 很敏感的… 就是… 我嘗試去解讀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如果你是說… 就是… 中央在很多的大的事務上面 政制的事務 或者剛才說保釣那些事務 外交那些事務 那一路都有的 或者就說… 0371之後明顯地 中聯辦介入多了很多 做大量的… 我會叫做… 民眾工作 那就是多了很多的 就是… 多了很多資源 那那些都有 這樣… 包括介入選舉 這樣… 人所共之不需要隱瞞 這樣… 那那些呢… 就… 那些呢… 這樣… 他如果再要加碼的話 他會加在哪裡呢… 這樣… 這樣… 如果真是用曹二保 那個說法的… 字面的解釋 真是另外一套本治對五的 就很大的事情 就是說… 因為另外一套本治對五的… 我… 就是… 就這樣從字面理解 他就真是… 可能很多事情是… 是越左代豹地… 就是有一個影子的政府地… 幫特區政府做決定 那就很視乎… 那些事去到哪個層次 就是… 是不是事務大小 維景酒店要不要隔離 是問中聯辦 說… 維景酒店隔離多久 又問中聯辦 這樣… 如果是這樣就很大件事了 那… 如果你說經常干預 經常很多重要的事務 就是… 都是要中聯辦打息的話 那… 其實呢… 可能現在已經很多事務已經是… 不過問題就是… 很多… 就是… 民生… 社會經濟性質的政策… 我理解現在很多事情… 特區政府還是有… 相當大的話事權 還沒去到那裡… 但是… 如果… 我們看呢… 就是… 一定… 就是… 有關方面是想… 發揮自己… 就是… 再… 進一步的影響力… 但是… 我自己會看… 就是… 對香港的政治… 如果真的被他們成功… 就是… 而且…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程度的問題 就是… 他們想發揮多些影響力… 但究竟他們的影響力… 有幾大程度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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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一個程度的問題… 那… 有幾個… 我會看到… 可以對香港很壞的影響… 那… 那… 就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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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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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 就是… 因為… 當… 如果… 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 原來… 特區政府… 不是真正… 背後那套… 第二套… 真正那套… 那套… 那… 那… 出來呢… 所有官員都沒有威信的… 大家… 包括… 香港… 工商界… 香港主要的理論… 大家都知道… 真是… 誰說到事呢… 阿爺上面… 另外一套影子代國才能說到事… 這個是光水王而已 那… 慈禧太后才能說到事… 即使你影子才能說到事… 每個人去找你… 那… 那就… 比較大… 這個呢… 就會是… 第二個呢… 我相信就是… 這班人… 我自己會覺得… 就是… 不懂實際… 香港怎樣操作… 就是… 這件事… 我覺得是… 譬如說當年… 鄧小平的講法… 或者中央領導人… 80年代的時候… 那個構想… 其實是最大的不同… 或者最大的… 就是… 這班人… 對香港… 實質情況的了解… 是很小… 就是… 如果用… 就是… 今時今日… 都是在講普通話… 都是不懂得… 這個廣東話… 那就… 很明顯… 第一… 包括了… 大家知道… 其實如果大家覺得… 香港政府… 其實… 對民意經常有脫離的話… 中聯辦… 對香港實際的情況… 而了解的脫離是更加大… 那… 其實… 否則的話… 你是解釋不了… 你為什麼十多年… 都學不到廣東話… 中文大學… 很多由內地來的學生… 半年…就學會講廣東話… 那… 那… 就是… 如果你要做香港工作… 你其實實際上… 你應該要… 就是… 多或少反映了… 你接觸的圈子… 是非常之狹窄的… 那… 就是… 如果真是… 他們做實際的操作的話… 就是很大件事的… 就是說很多事情… 如果真是會… 時事都要問過他… 我的想像就… 就像… 以前蘇聯東歐模式… 就是… 每樣東西… 波蘭、匈牙利… 羅馬利亞… 羅馬利亞好一點點… 可能是波蘭、匈牙利… 等等… 這些所有事情… 都要問過蘇聯島大哥… 才決定… 就是… 今時今日… 很多事情… 要這麼快回應的情況下… 其實我看不到… 特區政府還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如果真是… 很多事情… 要實際的操作… 要問過… 就是… 另外一套管治班子… 無論是誰… 那麼… 還有… 那樣東西… 會相當影響… 特區政府的管治時期… 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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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那個衝突… 可能是內部的… 就是內部… 互相傾責… 就是… 在一個… 黨政系統裡面… 互相地說… 如果將來… 一個… 就是… 特首… 民選的話… 更加可能是… 一些… 公開衝突… 就是… 這個… 就是… 那一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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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圍有很多幫他做事的人 可能的確是有利益牽涉的人 包括商界一些人 包括一些民眾組織 或者跟他有政治利益互相交換關係的人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個其實是一個統戰系統 這是一個統戰系統 我自己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兩件事 完結了,我講完這些 但不用寫字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統戰這件事本質上是用來鬥爭的 不是用來管治的 統一戰線就是立了一大站 不知道是甚麼人 總之不是敵人 就是我自己的朋友 然後是砌對手 砌對手,你選舉就可以了 反正不是支持來港 可以的,我就拿過來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我的目的只是砌低他 但是用來管治就有很大麻煩 因為這班人眼前鬼觸 這個真的能不能建立到一個統一的管治隊伍 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我自己的感覺 回歸之後十年 一個越來越深的感覺就是 由於統戰的需要 或者由於整個政制設計的緣故 香港慢慢其實已經從以前的 那個所謂的積極不干預 那個minimalist 那個state 它的性質已經改變了很多 就是我延續近年形成的結論 其實香港是一個corporated state 香港是一個corporated state 香港是一個法團主義的國家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利益團體 納入了那個bargoning的架構裏面 大家拿著數 又在一邊報名一邊分餅仔 如果將來真是說 中央駐港機構 真是step up 相關的做事方法的話 其實只會派餅仔越來越厲害 但未必一定是真是做到一個 真是很有效的管治模式 好了 我已經超過了事 所以比方回答 今天我估計 我相信可能是最後一位 但是這個 事實上這個辯論展開了一個多月 而今天這個論壇 我為了一個講者 其實我也沒有很多其他的觀點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原本GF他們說 搞了論壇的時候 我都想過這個講了很多次 或者我最初看這個文章的時候 我的反應都不是很大 就是我覺得沒有一個期 怎會沒有第二支隊伍 就是落不落手 就是一件事 但是最近的很多事的發展 你覺得是非常不可的 就是最簡單的就是 敲他們出海都不行 第二就是 就是羅范昭芬呢 教訓我們就是 如果有些不合理的事的時候 他在後面跟你說 你不出聲呢 就當你沒有反對的了 所以我想就是 如果我們的研討會說 想做甚麼 繼續可以做甚麼呢 我們發揮道德力量的自由 就是他這樣說的時候 我們都會告訴他 我們又不接受 這個是我們最大可以做的 事實上我們 維護一國兩制 就是建築而否 他可能穿著草 就是我想最大的 原來我不是最後的 就是我想有幾方面 剛才我想說的就是 剛才程翔說 就是我們要理解 一國兩制重新思考他的背景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究竟中方 或者北京怎樣去想一國兩制 在甚麼基礎上去想呢 我自己經常理論呢 中國 東海政府當然 當然主要為了安撫香港人 英國佬收貨 但我覺得很重要的 是怎樣理解 九七之後 北京和香港的關係呢 我會覺得他一直都從一個 他怎樣去理解九七朝 倫敦和香港你們是怎樣互動的 他會覺得其實倫敦之前那一套 就是九七之後那一套 不過我加一些東西給你們 即他一直說我換國旗 馬照跑舞照跳 即在他心目中 大部分人都不是怎樣動 不過我加了一點給你 如果英國人給100 我給我8.2 而另一個考慮很重要的就是 究竟英國人的能力 九七前的干預能力 和九七之後 北京干預香港能力的差距 在這方面你見到 其實與倫敦九七前相比 中共或者北京政府 在香港的影響力 我想大英國都九七前 數以十倍 即它在各個社團的影響力 工會 文教機構 你其實只要看民政事務局 下面那些資助團體 你明明是溫州德成的局長 一半其實都是左派的團體 體育界甚至是透過 由於九七之後 中港的經濟互動 它直接間接影響到 分派到的經濟利益 是遠遠超越了 英國人當時在香港的 控制能力的 在這樣的基礎之下 你要它忍受干預的誘惑 其實很困難 它覺得我有能力 我其實比英國更加寬鬆 為何你還要做呢 當然說英國的時候 我想我們看香港的發展歷史的時候 有時很多大的決策 是倫敦發版的 這些政策未必對香港無力 例如70年代開始的社會改革 作為一個宗主角 可能它有一個超然的身份 去想起長延的問題 但是曹二波文章恐怖的地方 似乎它所講的不是講這些 因為如果你看它引用鄧小平的講話裏面 鄧小平說 如果我們不在香港做一些事的時候 不保證香港不會share一些反破壞力量 不保證香港的利益不受損 本來講的一件事就是反映到介入的必要 這個是為香港好 也有一個不信任香港的背景的時候 它可能鼓吹一個更加積極 或者高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最擔心的地方 並不是說它要做一些宏觀性 現在似乎它是想落手落腳 為我們香港好去做一些事的時候 當然我也同意剛才兩位講者 或者之前的講者講就是 部門利益我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力量 具體來說中聯辦 中聯辦其實我們仔細想 雖然它似乎是駐港的一個最大的機構 但是如果你仔細想030之後 7.1之後它的處境是很堪酷的 因為0.3 7.1之後中央的判斷就是說 為什麼搞一個大頭罰出來 之前沒有人告訴我 其實告訴你中聯辦究竟你做什麼 如果你可以想像之下 曾慶紅上台之後 其實做了很多工作 是重整港澳工作 譬如說找朱熙成成立一個港澳研究所 其實就告訴你 你這幫人反映給我的訊息 全部都有問題的 更加大家留意中聯辦 其實在之後出現了整頓 他不單止工作不力 甚至有部份的員工 被指揮從事間諜工作 所以中聯辦本身都要找一個機會 希望慢慢恢復自己的影響力 剛才某個提到 在新形勢之下 可能要高度介入 新形勢是什麼呢 我覺得可能有幾件事 中聯辦覺得現在這個可能是一個時機 或者有需要去爭取自己的地盤 一個就是我想年尾的政改 當然我們不相信有普選 但也要有一個拍板 也要有一個方案 在這個時候 中聯辦自然希望自己有更加強勢的角色 第二個可能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們其實一路已經開始跑馬仔的特首 我們一路都要很快就要決定 究竟下一屆 即沒有普選也好 一定要有一個新的特首 因為曾蔭權不可以再續下去 現在他們的說法就是 為什麼我們介入 因為很多問題香港是解決不了的 或者香港的管治的情況 並不是那麼理想的 第一 說曾蔭權可能是最高興的 我們幫他分 但其實我想可能更加高興的 值得鼓勵我們支持 我們可能是其他AO背景的候選人 因為現在基本上批評曾蔭權不是單純說曾蔭權個人的能力的問題 可能在說就是 這個所謂AO治港的模式 究竟行不行 我們試過雙人治港 不行 現在是AO 現在AO法局 如果根據中聯辦的理解 其實都不是很行的 那會不會我們走回雙人治港呢 或者有一個不知什麼高鼻尖冷的人治港呢 我想現在的情況不單止是批評或是奪權更簡單的問題 而中聯辦都希望在這個新一屆特首的競選還是挑選過程裏面 為他自己心目中的候選人去分享奮力 事實上我聽到一些人大政的朋友說 其實今年三月開會的時候最重要是做什麼呢 其實最重要是大家開會就是篤背脊 大家群起就是篤子和篤背脊 這班AO法局很不行 所以我相信他們覺得其實都能拳做什麼 他們還有兩年 他們捱了也捱了也捱了也捱不了也算 但現在似乎就是AO治港是其中一個選擇 所以我想這個是可能是你的中聯辦覺得 在這個時候如果我們還不發力爭取一些東西的時候 特別現在的好處不是嗎 廖輝可能都差不多了 中聯辦 港務辦可能也有改組的時候 趁我們主要對手其實一陣子都沒有很穩定的時候 換班還沒有換完的時候 即是現在不發位 那什麼時候呢 但我想說除了就是 為什麼它要在這個時候發力之外 更重要就是就算有第二支管治隊 香港有一支 現在知不知道內地是哪個機構都好 那又怎樣呢 我們的特區政府這支本地管理隊 應該怎樣自處呢 曹爾普遍文宗裏面其實有一句說話 令我覺得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講97前 他說97前港英當局是英國管治香港的唯一政權力 這個其實它有一個很大的假設 就是97前的港英政府其實是機械人 只要倫敦說什麼呢 它就上面下命令他就跟著這樣做 這個肯定是一個很錯誤的理解 但是因為其實香港只有97之前都好 雖然我們屬於這個殖民地 沒有講高度自治 沒有講英國兩制 在憲制上面英女皇對香港可以為所欲為 但是現實在過去百多年歷史的發展裏面 香港這個殖民地的殖府 其實很多時候或者有需要的時候 它是不太介意跟倫敦對著國人 是一些所謂的香港來的 我自己做一些歷史研究裏面 發覺譬如六七暴動的時候 其實一個很大的爭論就是 在北京的英國外交官 在外交部的利益裏面提到 我們應該對香港的土共 放菠蘿那些或各種各樣的活動 重量引揚 因為會破壞中英關係 長遠中英關係 或者英國的外交官的個人利益 受到很大的影響 但是當時戴倫子是具力證 它說不行 如果我們放軟手的話 香港就留 同樣地你頑固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香港政府和倫敦 其實很多事情上 有一個甚至公開的爭論 譬如說 英磅貶值 譬如說駐軍軍費的問題 我想甚至去到一個地步 兩者之間的職拗 七十年代的時候 其實當時中事員曾經提出過 在上議院裏面 應該有一個 是香港提名 香港委任的人士坐在上議院 他只是想說 其實我們不相信 這個英國人 真是汗為我們利益的 我們應該有一個自己的代表 當然英國人最後還是扮你 但是你會見到其實 即使所謂是一個單一制 沒有一國兩制 沒有治療的情況之後 作為一個地方管治隊伍 你應該要有一個勇氣 面對你所謂的中央政府的人 當提出一些選擇 本地利益的時候 你應該據你力爭 當然問題是 我們又沒有怎樣去骨氣 但問題是 你看回環顧香港的歷史 我們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謬誤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們講70年代的社會改革 麥利浩是一個 香港歷史古往金雷最偉大的港督 就是他推動這個 所謂的社會改革 但是看回很多歷史文件 其實的情況並不是這樣 因為倫敦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力量 因為倫敦在六七暴動之後 其實重新考慮香港的前途 他當時的結論就是 97我們一調走 沒有得不走 如果準備這個談判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維持一個 繁榮穩定的香港 這個是最好的談判託碼 於是他覺得 我們一定要進行一些社會改革 很吊詭地 其實麥利浩是很反對地這樣做 麥利浩覺得香港沒有錢 香港商界反對 而去到爭拗的程度 其實麥利浩有一次 寫信去郵交部跟他說 其實這個從來都不是 英國管治殖民地的手法 或者說到最後 如果你不滿意港督 你可以換的 其實他是大倫敦 他說你不滿意就換我 我是不喜歡的 我們的特殊 是否這樣說呢 我這裏真是想說 其實即使在一個以往回歸之前 作為一個地方官員 都應該具力爭去捍衛香港利益的時候 很不幸我們似乎現在 看到我們的特區政府 遇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那個表現是似乎不符合到 我們香港人的情況 當然反映到制度上的 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就是雖然一個特首是北京穩 雖然我們有八百人普選 我們大家都不相信 我們已經影響到那個過程 但是我想要比較一下 北京去理解這個特首 和他怎樣理解一個省長 書記 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這個人對他的信任 可能他都不是百分百的 原因這個人不是黨的系統出來的 或者和以往殖民地相比 倫敦或者港督麥利浩 為何這樣說的時候 因為麥利浩可能我是外交部出身的 我和他對口去爭辯那個殖民地局 Colonial Office那個人 可能是那麼高那麼大 或者我知道他想了些甚麼 或者反過來 他知道這個人 即倫敦知道麥利浩這個人 無理會見跟你爭辯 他都是我們的人 他都是我們在我們的系統出身 我們對他的信任是高一些的 但是現在特首可能困難的地方就是 我不知道他是否共產黨員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他的發展出身 並不是國內官員那一套軌跡的 那麼這個信任的基礎可能是低調的 信任的基礎是在說國內官員 或者北京怎樣看特首 如果他的歷史的時候 究竟他覺得他在這個抗爭的過程裏面 又沒有這個國家利益 國家政策在這裏面 可能那個折扣打了一些 所以我想這個可能是特首的困難 但即使是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有很多地方的空間 依然可以去據理力針 或者腰骨硬少少都好 不用見到國內的芝麻綠豆的官 就腳都軟了 但很不幸 只知道現在似乎的情況就是這樣 我想我講到這裏 自己本心的邏輯俱理那裏去看這個文章 第一個感覺就是 如果我想一下 如果是倫敦的外交部 或者是香港的北區政府 如果去做一篇這樣的文章 去分析香港、中國之間的關係 他們會怎樣做呢 我猜一個起點就一定是 看看我們的《基本法》寫甚麼 我們《基本法》背後一些的精神 包括了《中英聯合聲明》 這個我想是從一個法治的國家 當你去講兩個地方的關係 憲制關係的時候 你一定是由法律的框架去出發 從那裏去看大家之間的關係 這篇文章看不到 不單止沒有對《基本法》任何的分析 甚至《基本法》之前的《聯合聲明》 是隻字不提的 其實它是很反映到一種 就是仍然是以政治牽引法律 而不是法律去限制權力的思維模式 如果用一個中國共產黨的說法 胡錦濤和溫家寶近幾年都不停說 在講強調以法治國的時候 似乎他們和這個大的方向 仍然還有一段很大的落差在裏面 可能是仍然需要在這方面學習一點點 而它背後也有一個概念 就是將單一制的憲制模式 和一個邦聯制的模式 是擺了兩個極端 似乎你不是單一制就是邦聯制 香港不是邦聯制 所以我們是單一制 但是香港本身 你不可以用一個單一制的角度純粹去解釋 如果1997年的時候 解放軍進駐香港 霸回香港 你可能不可以用一個單一制的模式去說 但是中間我們有一個聯合聲明在裏面 聯合聲明裏面是一個國際協議裏面 這國際協議其實是對一個基本法 或者一個運作 或者甚至一個解釋 是一定的牽制在裏面 似乎它這篇文章是完全沒有關的 那兩年跟英國人談的 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總之就是我們的基本法 就算了 這個尤其是涉及高度自治的時候 究竟這裏有幾多 是在中英聯合聲明裏的限制裏面 這裏是完全沒有考慮到的 而在它的論據裏面 就是一國兩制 既然一國兩制裏面 有些事是一國要處理的 有些是兩制要處理的 於是香港就做內部的事 其他事就是中央管治 中央也從來沒有整個權力 都說給香港沒有剩餘權力的東西 於是自然就要出了 兩種不同的管治隊伍 這個立論就是由 因為有一國兩制的分工 於是就要有兩支管治的隊伍 一個中心的概念 例如修讀工商管理的人會比較熟 就是管理和管治是兩件事 management和administration是兩件事 如果用它的說法 外交的事務是由中國外交部管的 中國內部事務是國務院管的 那是否中國就有兩支管理的隊伍在裏面呢 其實邏輯基本上就是這樣 於是因為國防外交的事務 是由一隊人或者一隊人是他們的責任 於是就出現了另一隊的管治隊伍 他們是做管理 他們不是做管治的 如果這樣分法的時候 中國是出現了很多支不同的管治隊伍 那究竟是否對的呢 這些邏輯推理 然後跟著 我也無可否認 國防外交 甚至是中港關係的事 不是完全香港可以決定的 這個起點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那自然呢 即是推下去的時候 國防當然要有人處理的 外交部便處理外交的事 那跟這個國防 跟著下去出現了一些管治隊伍 以及一個管治隊伍的那個界定呢 那似乎它已經是一大步跳下去 這個邏輯上 是缺乏了中間的一些東西在裏面 而這個管治隊伍是哪一隊呢 那它就負責香港事務 和專門做香港工作的中央主管部門 和它們的派出機構 中央主管部門我們可能可以理解 但是派出機構 是否就會變成一個管治隊伍呢 即是香港駐日內瓦的部門 是否就是香港在日內瓦的 另一個管治隊伍呢 那是管理部門來的 那些是管理部門來的 那些不是administration 不是管治那些 那些是執行命令的行政機關來的 那究竟那個派出機構 是否等於另一個管治呢 那接著要再推遠一點點的時候 就是負責其他全國性事務 和相關政策的中央主管部門 和香港特區關係密切的 內地有關的區市黨委 省區市黨委政府處理涉港事務的幹部 那這個後面就無限推廣在上面 那何時會去到省區市黨委呢 那即我們可以理解 香港和廣州之間 我們都有很多 無論是經濟方面 文化方面 有很多協調 有很多事務要交往 那是否等於於是廣州 就會成為香港的管治隊伍呢 或者反過來 香港也都成為廣州的管治隊伍呢 這個是 那這個完全是另一個混淆 那在這裡呢 那也都忘記了另外就是 其實《基本法》第22條 是對駐港機構和所有其他省市部門 是作出一個很清晰的規定的 那講明說中國人民政府的各省部門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不可以干預香港的自行管理事務 而中央各部門 包括中央的派出部門 各省自治區 即是需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 第一是需要先 需要正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 和中央政府批准 為何我們要有這一條呢 即是如果是有這麼大隊 可以在香港作為管治隊員的時候 第22條是沒有這樣的需要的 而22條當時就是 正正就是要落實回港人治港 我們不單止希望香港人 是實質去執行港人治港 以及可以令到人們覺得 是真是港人治港 所以我們不想有一些駐港機構 不想有一些省市委各省機構 都成為治港的隊伍 即是紛紛在香港設立他們自己的機構 這個似乎在整個管治的概念裡面 一直管治的概念 是不是二就是 如何推廣到這麼大批的管治人員 所以管治的時候 他們就將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全部拉在一起 將管治和管理完全混淆在裡面 然後第二個論點就是 既然有一支管治隊員 一些管治隊員既然來自一國兩制的時候 那自然應該是一個合法的、公開的運作 就這樣說 很難說它不對 公開運作 難道我們要中央政府 偷偷摸摸地躲起來做事嗎 我想沒有人會這樣說 但是既然管治的範圍 只是局限於外交、國防那部分的時候 它就在中國公開運作 沒有人讓它在中國公開運作 即是中聯辦 他們在中國整個體系裡面 有他們的角色 人大政協有他們的角色在裡面 問題就是 究竟他們要在哪裡運作呢 而二十二條又回來了 如果他們要在香港運作 不單止是中央政府批准 還要香港特別行政區同意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給了一個Veto Power給香港 如果香港特區不同意的話 似乎他們這裡 除非他們修改《基本法》 他們根本不可以在香港運作 這裏是怎樣擺下來呢 而且不單止他們 如果在香港運作的時候 第二天還要重一步說 如果他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他們設立的一切機構一切裡面 還要遵守香港特區的法律 香港特區法律裡面 也都包括《基本法》在裡面 他們同樣受到《基本法》所有的限制 在裡面 那這個究竟的權限 是怎樣會令到他們突然間 會變成大批管治力量 在香港公開運作呢 然後他們就很冷淡地說 我們不過這些是來自中國固有的權力 但這些固有的權力 仍然是受到《基本法》的限制 就等同說 即使人大是有權釋法 他不可以將這個權力 就這樣交給國務院 不如你來釋法吧 這個是本身中國的法制和《基本法》 對所謂的固有權力 都是有一個限制在裡面 然後跟著 其實最耐人尋味的那一部分 其實是在這裏以後的那個 開始的推論 當他推論了作為這個管治 類型公開運作的時候 跟著他再進一步推論 不過還有一些東西 是香港是管不到的 或者香港沒有能力管的 換言之這裏 就已經推翻了他之前所劃分的 一國兩制了 之前的圖那兩段 他仍然是說國防外交 中國政府需要管理的事務 但是跟著由第四段開始 他突然間一轉轉變 就說不過 香港事務裡面 都有一些東西你管不到 你管不到就自然要我來幫你管 這個在《基本法》上 完全找不到任何的理據 是讓他這樣做的 而在他提出的幾點裡面 他舉了一些例證 包括了說 不如我們的法律通過了 我們都要去人大備案 我們的財政預算 又要報中央政府備案 但是不要忘記 《基本法》裡面 是講明哪一個機構 以及講明它的權力 甚至在立法有時候 我們講明就是 就算備案 備案那裏不是一個審批 而即使是 中央人民大常委 發現這些法律 和香港有《基本法》的衝突 都只能夠發回從耳 那這個究竟 怎樣可以擴充到 它那個無限擴闊的 所謂管治隊伍在裡面呢 但是在第四段開始 它將這個香港不可以自行管治的 提升到另外的地位 以及完全將它擺入了一個自治範圍裡面 於是 換言之就是它現在開始縮窄了那個自治範圍 不單止是在國防外交以外 而是在內部管理的時候 加多了一條 當香港管不了的東西 你就要管了 那麼它唯一的理據呢 就是在99年的時候 因為那個居港權事件 那麼 香港就覺得香港管不了 有167萬人 下來香港 於是就要中央政府出手幫手 那這個是一個相當不好的例子 但是 即使是用它同樣的邏輯 我們看看人大釋法過往 都不單止第一次 都不單止一次 那第二第三次的時候 特首剩下的餘下任期 為什麼是香港管不了的東西呢 為什麼需要中央去插手呢 當時 林建華落台 究竟曾蔭權應該做兩年 還是做五年呢 香港的法院 完全有能力 就這個問題 是作出裁決的 那為什麼會是香港管治不到的呢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啟動 再討論立法機制 或者我們那個 步向民主那個機制 那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去討論這個問題呢 那人大常常說 現在都是不可以開始討論 那究竟這又為什麼會是香港 不能夠解決的問題呢 那從這幾個例子呢 即是他所提出的例子 我們有更多的反面的例子 可以看到呢 這個香港管治不到的問題呢 其實是沒有一個客觀性的總質 我們可以決定什麼時候 在香港管治不到 而過往的例子呢 只能夠令我們很擔心 是一種幾 我們所謂的 Paternalistic的做法 而這個也去回一國兩制 裡面一個很根源的問題 什麼時候是一國 什麼時候是兩制 到底誰去解決兩制 究竟兩制之間的分野 純粹從一個學術的角度 這個問題是一定存在的 當你有兩個制度 無論你是聯邦制也好 或者是一個國家裡面 不同的制度 甚至是兩個國家之間 當你有兩個法權的 或者法律管制範圍 永遠會有這個衝突在裡面 那這個問題呢 就不是說 將它含糊了它 說你管不了的就是我管 而是究竟我們用什麼的準則 什麼的機制 去解決這個兩制的衝突 那個問題呢 但是 即行章裡面 似乎是沒有解決到這個問題 而不單止沒有解決問題 就說 由我來管 基本上就是它說的 這個在《基本法》裡面 我們看到整個設計 包括《基本法委員會》 整個《基本法委員會》的設計 其實當時的想法 就是說中間 中間之間會有一些衝突的問題 或者有兩制之間的衝突問題 我希望有一個 一半是香港人 一半是內地人 是透過這樣的協商的方法 去解決這一類的問題 整篇文章裡面 似乎《基本法委員會》已經忘記了 當日設計這個制度的時候 那個功能 或者我們看到過往的十年 《基本法委員會》可能發揮不到這個功能 發揮不到這個功能 不等於說這個功能是沒有了 是否應該檢討那個機制的問題 而不是說就這樣 突然間就變成了 將整個自治範圍 是無限地縮小了它 而最後文章的最後一部分 就突然間就把這個管治力量 香港的事情一定需要管的時候 就要管了 然後跳下去 這個成為黨的歷史任務 這是另一個三級跳來的 為什麼突然間就會成為黨的歷史任務 一個真正的重大 所有東西都要這樣結尾 是的 這個結尾呢 另外就是回到 剛才提到的另一個問題 就是葉文所提到的就是 我們AO治港不行 AO治港 商人治港不行 跟著AO治港 AO治港不行 就是黨來治港 這個就是個結尾 這個就是那個訊息在裏面 不單止是一個 就是我們一方面比較良好意願去看的時候 就是共產黨所有文章都是這樣結尾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就是 這個就是正正批 下一步就是要 黨要開始有個公開合法的運作 黨是有一個歷史的任務去繼續管治香港 而黨是一個撥亂反正 維持香港良好管治的方法 那似乎這個就是給到我們的訊息 多謝 今天來學了很多東西 聽了很多位學者教授 我以前沒有參與過 那我其實就有少少想發表意見 就說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 我不記得在哪裡看 都不記得幾時看 就是美國布殊總統小布殊 他曾經說過一番很有軟見和智慧的說話 不是最近說的 是很久以前說的 他說香港的未來的民主法制發展 不是在乎中國有多靠近香港 而是在乎香港有多靠近中國 那我覺得很簡單的兩句話 已經是講出了 他當時很多年前已經看到這件事實 那個軟見 就是說其實我們不否認都不排除 香港政府在過去這幾年裡 是自我矮化 是完全 可能中央要出十分力才做到現在的事 他們不需要 可能出了五分力 另外五分就自己政府靠攏去 所以造成今天一個困局 至於剛才馬學教授說 中央想做什麼就做 不用寫文章 我又覺得不是 我小小小的意見不同 就是說他有試水溫 他還有一些東西 眼瞧眼瞎眼瞎 說來就來 試一下你的人有沒有反應 行不行 可以嗎 沒有反應可以做多一點 有反應又縮一些 劉卿說我試齋了 他在這裡敵對我盡 即使我退 玩的孫子兵法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但香港人今天可以做些什麼呢 這個是我們 除了討論曹爾寶那篇文章以外 一個核心的問題 究竟我們真的可以 除了不停討論他那篇文章 他那篇難文章之外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覺得政府 特區政府 我很同意剛才葉建民說 是嗎 我教授也分別講過 馬大教授也講過 就說 香港特區政府的威信 那個民望 對今天來說是很重要 去穩定我們的局面來說是很重要 至於我們怎樣 曾蔭潤怎樣去帶領他的班子 將他的民望帶回起 這個是他要做的工作 即是我們暫時幫他不走 我們能夠幫到他 即是說 將我們的訊息帶出來給他 我們香港人有這樣的議員 我們要捍衛一國兩制精神 而不是 其實很簡單 現在是說人質和法治的問題 這些是很清晰的界線 是一條很清晰的界線 是不應該踩的 這個就是我自己小小的 很難完成的 簡單地澄清我剛才所說的 我不是說他不需要寫文章 以外 即是剛才 證明 證明 幾個層次會否已經是中央既定的政策 如果中央已經既定了這件事 就不用寫文章了 或者不是寫一個這麼低層次的地方出版的文章 去做這件事 要是他直接就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說是試水軍 我認為一定是中央最高層下來的所謂試水軍 可能是有不同的 用我剛才分析的關卡 其實有不同的演員一直想做那些事 他當然有試水溫的意味在 因為他不一定可以很權威性地落實一個政策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剛才說的不用寫文章的意思是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不應該是中央最高層既定的政策 對中國的價值 不是將香港變為另外一個上海 或者另外一個廣州 中國已經有足夠的大城市 而香港的價值就是 香港是一個不同的地方 香港維持自己本人的特色 其實這個無論是中國法制的發展 對中國的經濟的發展 其實都是會幫到香港的 幫到中國 如果當香港是 如果香港完全靠近中國的時候 我們沒有了我們自得色的時候 一國兩制的意義還在哪裏 而香港人是要肯定到這個價值 我們是對中國有一個貢獻 我們貢獻就是因為我們跟其他地方不同 我們有不同的東西可以給中國 可以幫到中國去墊設 好 OK 那個文章很重要 中央港校的文章 那個文章是中央港校的文章 中央港校的文章 因為校長是港澳小組接集人 嘉樂審 剛才提到 徐元寶文章 拉背那種的權利那種問題 就是拔出黨的重要性 我覺得這一點是要強調強調再強調 我們香港人根本不太知道什麼叫黨 通常是比較把注意力集中在政府那種 因為我們香港人不習慣有黨一個很神秘 很不知怎樣的東西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理解的東西 但我覺得在1997年之後 香港的事務上面 我們要了解那些事情的話 怎麼會發生 將來會怎樣 如果多些認識那個黨 就是做得到的 我提醒大家 回去上網 去中國共產黨的網頁的時候 看看它的章程 首先看看它的章程 有兩件事我或者可以提到 第一件事 黨在其他文章方面都有的 在歷史上的討論就是文革之後 人家討論是黨大還是法大 究竟是中國五三黨要不要追守中國的法律 這個討論是沒有結論的 還是沒有結論的 現在的標準說法 大家要注意標準說法 是黨要在法律的範圍之內活動 它不是說黨在法律之下活動 OK 我每天都說 它沒有解答到剛剛那個問題 黨大還是法大 它是說了黨在法律範圍裡面活動 這句說話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解釋不了 第二件事 大家要留意 它的黨組織的原則裡面 有人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黨組 在每一個地方 只要有三個黨員 就應該成立黨組的組織生活 這個黨組 要在當地 或者在那個單位裡面 治國執行黨的政策 我們可以看看香港的情況 證明會議會見有沒有三個黨員 我覺得可能有 他們有一個小組裡面 在那個治國執行黨的政策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是沒有問題 他們是NGO 不受基本法規管的 沒有問題 問題我們要知道 香港人要知道 即發生什麼事 我們講法律 要守法 但是有些可以在法律範圍之下 但是不受法律管治的事情 已經在進行 我們要清楚知道 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現在很多人都認為 有個說法就是 曹怡寶的文章 只不過是 忠誠幹部的一些 自我憑障的一些結果 我覺得 就是 以我自己對共產黨運作的 小小的認識 我就認為是沒有可能的事 首先 你已經看到 他是 黨在最高層 有了一些決定 剛才舉例 曹怡寶自己也講到 2004年的黨的一個決議 然後2007年 胡錦濤的十七大報告 而且有中央統戰部 剛才我舉例 中央統戰部 特意為這些說話 作一些詮釋 作一些解讀 所以這個絕對不是 中層幹部 可以 因為自我膨脹 而提出的建議 如果是 中層幹部 或者是 學者自我膨脹 而想提出的 根本這些事情 也不需要去理會他 但是 正正是因為 他是 最高層 提出來的 而且 有最高層的人 做了一些詮釋 我剛才舉到 中央統治部的詮釋 港澳辦的副主任 張曉明的詮釋 這些都是 詮釋最高層的東西 所以 這個不存在 是中層幹部 自我膨脹的 一個作品 此其一 第二 我想跟大家說 就是 2008年 曹怡寶的文章 推出來之後 2009年 我就看到有 《十點協議》的傳聞 這個東西 其實 實際上 我自己都是因為 在追溯 《十點協議》的過程之中 我才找到 有《十點協議》的文章 就是說 是一脈相承的 不存在說 突然間 曹怡寶是個人的意見 然後 我們看到 就有《十點協議》 是不存在這種情況 我自己覺得 第三點 我希望大家注意到 就是 澳門 《十點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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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看完事例 曹爾寶的文章是釋怒一個新政策的來臨 而不是說誰是中陳幹部想自我彷彰 而奪權 我覺得大家解讀這篇文章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 可能比較合適 我想說一說 曹爾寶的文章是去年初出的 之後澳門就出哪文章 但香港就沒有人知道它 也沒有出哪文章出來 大家就說到香港和澳門不同 就是中聯辦就不敢傾巢而出 就出來搞事 但從另一個角度 中聯辦做章是非常活躍 剛才斂若曾就說香港人是不懂黨的那些 可能在一個層面是 但很多香港人是經常接觸中聯辦的 你在選舉的時候也好 你們在大學那些也好 或者你們在新聞界也好 在其他社團也好 他到處走的 很活躍的 有時候你好聽就是溝通 不好聽就是影響 更加不好聽就是施壓 我們立法會他都搞的 我們就是邀請他搞的 曾蔭權在立法會不夠票的 他說你給我票 他說我理你也肯定 那怎麼辦 就叫中聯辦打電話給那些人 打完他就給他票了 我要選財委會主席呢 中聯辦就下了命令給那些人的 教會叫他怎樣投票 我就罵李光 李光說 我沒有進到立法會裏面 拉票 即他都這樣說 我沒有走進來立法會大流干預 這樣投完票不行就請下去西環照廢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想各位講講 即我們香港人這麼足夠 都不要講商界 剛才也有人講到商界其實覺得要基本法 阻礙地球轉 所以我們從一個層面就怕共產黨 這個層面是經常跟他聯絡的 又有好處 他又給你 你又給他 是邀請去干預 即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弄了曹爾寶這些東西 我們又不像澳門那麽巧春節 但剛才也有人說公民社會很厲害 我希望今年七天又弄八九十萬人出來 當然要 但他們越多 他們弄多幾篇隨便報 嚇死他 所以你們看看 你們怎樣去演藝香港人請 有空邀請他去干預 他來到還很歡迎他 大排演織請他 是呀 實在很明瞭這個 我想你們看看 這樣的情況之下 即我們不是澳門 但這麼多人 好像這麼樂意接受那些東西 其實是否都有危機 即九七前後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即九七前我們的地方政府 雖然我說 以前可以相對地有腰骨 即你可以想像港督的情況其實簡單些 即九七前哪個代表英方呢 其實是數得出的 就是一個政治顧問 他就是總代理 英國的 可能身邊還有一些官員 或者經常撤出這麼轉的國會議員 很難有其他人就說 我自己的病 我就代表倫敦 我現在說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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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想像到九七之後 無數那麼多人都說我代表中央 所以你記得其實很有趣 有的時候 某個中方人士說話的時候 首先對他是誰呢 其實其他所謂親中人士 他就說我準確一點他錯 他不是理解中央的我才是 即現在問題是很大的誘因 你這幫人呢就是 躲在那邊 甚至 即胡假虎是一個很重要的資產 大家都指著他被我代表 我準確過你 所以即我想 這個是令到剛才所說的干預 但有時候那些干預可能 即李剛那些當然是見一下 即他直接下單 但現在似乎很多真真假假出現了 因為在這裏的時候呢 令到我們所謂處理 即有時是中央關係 或者即所謂的中聯辦的關係 其實相當之困難 但我又覺得我們不需要說 即今次的討論 除了說我們怎樣去防止干預 維持在高度自治 即我又覺得 這些帶出一個問題 我們怎樣處理和內利的關係呢 即我們似乎說的 我們要containment 即其實有點像九十年代 世界怎麼看中國這樣 一個講法是containment 你頂住他 不要讓他過來搞 但我想我們都要想一下 怎樣engage他們 因為事實上 國內的政策對我們影響 是無人無知的 即我不是說 落手落腳在香港做事那些 而是 即經濟聯繫各樣的時候 我們反過來九七之後 我們在架構上面 我們去參與一些決策機構 有些是多了 例如人大政協 或者一些溝通的平台 究竟我們是否充分利用呢 我們是否嘗試去和他多些互動 或者利用他呢 我想這個可以值得去思考 去討論 當然很多時候都是浪費 或者話不投機 但是我想 可能中間有1-2%的人 是迷逃之犯 心明大義 可以有少少機會 跟我們去聽取多些 真正香港人的理會意見的時候 即我認為公民社會 或者政黨 可能都要在這方面去 即是兩手處理 即我們現在要contain 但我想我們同事都要 怎樣engage 因為事實上 無論我之所以 管理代人不在香港或內地 他都是做了一些決策 影響到我們 我想補充一點 我自己會覺得 大一個環境很簡單的 就是我覺得政治和經濟上的依賴 構成了一個利益交換的環境 就是說由於香港在很多的政治權力上面 是依賴中央政府 包括了誰做特首 誰做行政機關的主要成員 以至甚至乎可能很多委任的架構的 很多成員 副局長等等 於是乎很多權力的位置 由於最後都可能是中央做事 於是乎政界 其實很多事情會在上面依賴他 而中聯辦當然在中聯辦 或港澳辦 或者其他相關的架構 其中會有很多的影響 經濟上越來越大的依賴 有一部分的 你說要求中聯辦干預 或者中央政府干預 有時候可能是無可來何的 例如港商在內地的一些處境等等 你從他利益所在 他必然地要去問他拿一些東西 但是由於經濟上 以及政治上 我覺得一定會造成一個利益的關係 而利益的關係 令到中央駐港機構有權 或者有實力去拉線 真的可以控制到香港的部分 商界也好、政界也好 或者其他方面 這件事情我想是 可能是無可避免的 或者剛才你所說的 那個層次的干預 無論你是否願意接受 其實都存在了若干年 我相信是回歸之後 但是我想 今次曹爾寶的文章 引起比較大的控洞的地方 其實是所謂第二支管制度 就是說第二支管制度 我剛才的講法就是 究竟他是不是Hands on 幫你做了呢 如果是這樣 就是一個完全不同層次的干預 就是說如果是幫特區政府割票 幫特區政府割票 我就理解 九七之後一直都有 由先案開始 為了介入選舉 不是代表那件事 我們應該接受 但是那件事一直都有接受 如果那件事 就並不是曹爾寶這篇迷章 或者這件事 或者是新近改變的政策 有的話上一個改變的契機 都是2003年 就是7日之後 他覺得要加緊對香港時務的干預 如果我們要分析這件事的 所謂新形勢 那我想 其實新形勢是甚麼呢 反而是我們這次要關注的焦點呢 那一點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覺得九七之後 我們是無法阻止中國的北京影響力 因為香港就是一隻狀況 我們也不一定很需要去阻止這個影響力 可能比較積極的一個想法就是 怎樣去引導這個影響力 變成一個健康的力量 我覺得其中一個可能的做法就是 共產黨在香港運作要浮上水面 要公開地合法地進行它的活動 即曹耀寶說的一些說法 不一定是全部錯了 但它包含一些很不健康的事情 我們如果積極點想 就是共產黨在香港為何不可以活動呢 你看看外國的一些政黨 他們在中央有活動 在基層的說 一樣是搞選舉 一樣是參與的 那共產黨為何不行呢 共產黨為何不可以在香港公開招聘會員 參加這個選舉 不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共產黨在香港公開一個活動 他們一定要在法律之下進行 不是在法律之內 不是在法律之下進行 嚴格遵守香港的法律 我覺得這樣會是一個很積極的 健康的發展 對共產黨來說 本身也會是一個好事 例如好像在香港的左派 以前他們是熱點選舉的 這個選舉遊戲是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 我們不搞的 但是他們進來玩這個遊戲之後 我覺得他們的思想上等等行為上 起碼多多少少都有些進步的 那是否應該請共產黨進來呢 我覺得是積極的來講 是應該請他們進來 公開不合法進行活動 跟香港人並且平座 在中守香港的法律 這樣做 我覺得是一個健康的發展 假設了一國和兩制一定要對立 一定要在一個對立面去看大家的關係 如果從香港本土的利益 這樣角度 如果我跟蓮珍說 我們用一個正面一點去看 一國和兩制其實可以是一個健康一點 不一定要是對立的 可以是一個和諧一點的 國內的港法的關係的時候 可能我們問曹爾寶 他所提出的觀點就是 希望中央那個本次隊 是可以更加公開 更加積極參與香港的事務 究竟為了甚麼 如果他是為了 只是更加容易操控香港的話 這個當然是一個對立沒得談 但如果我們嘗試給他一個 他其實都是希望能夠 讓香港整個的管治水平 無論是經濟 或者整個在民生等方面 都能夠是更加有效 他在香港的新形勢 可能是發覺特區政府 會了政權之後 仍然都不能夠 可以很有效去管治到香港 管治水平的Quality 是不能夠提升到 他是很想能夠 我都幫忙看看怎樣可以提升到管治水平 不過我想一直以來 我覺得是 共產黨他可能認為 怎樣能夠令到香港的管治水平提升 就是透過大的財團去之間 他認為這些大財團 對香港的經濟管治就是最有利的了 但是我想從過去的十年 我只要看到這個不是 香港不能夠只是能夠靠那些大財團 如果我們說 一個更加積極的 就是公民社會 可以跟另一個管治隊 進行一個更加深的溝通 其實就是給他明白 就是說如果假設他真的想 目標是善意的 是想提升香港的管治水平 那就要提出了一個論據 就是說 你過去只是透過 靠一些大的財團之間的協助 就希望能夠提升到香港的管治水平 是不行的 你必須要有一個更加廣泛的 就是用一個公民參與的模式 才能夠可以長遠提升到香港的管治 我想就是如果要對話的 就是他能夠跟這個管治隊 作出一個對話 能夠明白真正怎樣能夠 令到香港管治提升的方法 我就是想問問一些organizers 既然曹先生認為是應該公開的 既然你有沒有請到他們來 今早那個人等會 沒有啊 我請到他們 要使香港的共產 中國共產黨政規化 一些困難的地方 在一個政治和社會秩序上 相對穩定上 他當然會做很多有關經濟交易的工作 我相信共產黨過去十幾年都在做 但是新年世的是什麼呢 新年世就是覺得社會不穩定 因為社會不穩定 共產黨就不需要在一個發誓的情況之下 去做管理 我想將來可能如果是給他公開露面的話 他第一個要做的就是對新聞自由做功夫 我相信這個新聞自由是對全香港的管治危機 是一個最重要的 最核心的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不要小看這件事 被他公開出來做的話 你做不得人害怕 decent chuckles 他靜靜做的話 應該已經做了很多事了 很多的部長的理事會 各の事會 都已經有些人浸資進去 但是如果公開做 我最怕的事想是 當我們可以說很單純以為可以做一個管治 但是你要想想共產黨的管治 首先要控制什麼 所以我們真的要特別小心 所以蓮生所說的就是 我有一點保留 蓮生所說我相信不會發生 發生了很多人有馮可立所說的問題 但是從香港的 和內地交往未必是差 因為你知道 其實我和誰說最好 其他人不可以胡家虎威 你又說你親中 你又說你代表中央 如果你不是一個黨的什麼什麼 其實我都知道跟你說都是浪費 我不需要跟你去浪費人的時間 但是從香港的角度 它不公開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效果 就是讓這些人互相在那裡猜 互相在那裡監察 在行會裡面究竟我旁邊那個 是不是共產黨員呢 我說些什麼他會不會報告呢 其實是很好的 就是令到這些人 其實有些自我檢查 譬如說一個笑話 就是有一次港區人大開會 我聽回來就是 在香港小組開完會之後 突然間有一個黨工進來 他說在開完小組會之後 請香港的黨員留下 我們有這些小傾 所有人都不走 那所有人大家就互相說對方 究竟我走好還是不走好呢 如果我不是黨員我都不想辦 我是黨員又不想讓人知道 但是這個效果很好 大家猜 所以你就會有些自我監察的功能 他這個是深水炸彈 這件事就是香港人最害怕的 但是這個問題是應該面對 但是上個禮拜 只有兩個禮拜前 在立法會 就通過一個法律適應化的問題 就適應了四條法例 是適用於中央 包括我們行政管理委員會 立法會那條法例是適用的 無關痛癢的東西 基本上寫得很清楚 駐港的機構是要守法的 不要說黨了 黨沒有了 你這麼多法律界都在說一下 駐港要守 守多少現在守四條 我們香港幾百條 成千條法例 全部都不守的 那你還要把黨都弄下來 喂 你說完了 你也說完了 四條都好過零條 哇 你真的 我想就是 就是 將中國在香港的影響力 特別它的民主使力量 要納入一個 凡事的範圍裡面 在法律之下 就是運作 我覺得是一個 詳異來講 就是一個方向 其實可以是現在 開始做到開始做這件事 我想他們都有個想法 就是始終一天 共產黨沒有理由 整天都是在香港活動 他們都要浮出水面 我們都要準備它 可以浮出水面 問題就是 在浮出水面之前 香港人應該有一個 討論 一個共識 他是在什麼情況 什麼形式 什麼實質的做法之下 他可以浮出水面 那麼 很多問題在裏面 很多問題在裏面 但是 好過 想起來 台前有四個人在講話 如果桌底下 還有N個人在 我們都不知道在發生什麼事 死了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 方便還是大人進行 出來之後 你有很多法律去管它 你香港有藥方法 那你 你是 有得管 是好過不得管 我的看法可能是這樣 你怎麼會 將來公開活動之後 不會桌面有一套 黨員桌底有另一套 那到時候可能有些法律的限制 還有我想 他既然是有公開的渠道 那個秘密的渠道 可能就會少用一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更多 主黨也有公開答應 公開答應 我自己相當同意 廉珍的觀點 我覺得是有比較建設性 但我還有想 問一個問題 這件事我是不知道的 就是想問一下 綜合專家 我另外的觀點就是 會不會是 其實根本所有的說 刑我有什麼什麼代表 根本是不能夠代表的 唯一能夠代表 真正對香港政策 即是 甚至不是中央政府 而是黨中央 那個個都在那裡 辦辦辦 在那裡搏模 搏到又搏不到 我真的不說 反而你公開那個 你真正知道 它是代表什麼程度 它不是代表自己 代表我代表什麼 而是它說我代表一個機構 我能夠代表 不能夠代表 這個公開法 可能會有更加有本質 我就是 我是一個問題 不是一個性 是 你第一個中國專家 不是 不知道 事實上 我都很贊成阿聯的說法 即是說 你作為一個執政黨的香港支部 你應該正式在社會上公開運作 而且接受香港法律的監督制約 事實上 事實上 這個問題 在九七回歸前夕 據我所知 上面是考慮過的 就是說 好不好公開呢 因為 變成你更加不合體制 因為黨在大陸是執政黨 在香港是地下黨 是很難去處理的關係 但是 當時其中基於一個考慮呢 就是說 不希望有一個正式的權力中心 即是 會影響 特區政府 作為唯一 單一權力中心 這個考慮 所以當時來說 是做了一個決定 是討論過的 是做了一個決定 黨仍然維持地下黨的性質 當時也有 曾經有人諮詢過我 即是說 認為這個黨 應不應該公開化 當時我就 我就覺得呢 從這個 從這個 香港政治透明 這個角度來講呢 就完全應該是公開化 公開化之後呢 問題呢就是 香港沒有一套 規範政黨活動的一種法律 所以呢 就應該呢 是 香港 立了一個 公開法律 然後呢 在這種情況下呢 共產黨 公開化他的活動 好過現在呢 大哥 你見到 那些黨員很尷尬 你問問 曾鈺誠 他是不是黨員 他 顧左右而嫌他 他講很多事情 兜兜轉轉 都沒有正式來面對這個問題 反而呢 就不是很好 但你譬如現在我們 譬如看到 選舉的時候 助選的時候 哇 一車車內地的那些 助選團 下來香港 來 來 來助選 到時候 我們當 如果有 套政黨法 日日的時候 共產黨 他在香港 他完全可以 可以 就是 公開 就是這個 找他的 的 的 候選人 出來 大家在一個 完全透明的 環境下 競爭 我覺得 沒什麼壞的 其實應該還好 好過你現在呢 就是 偷偷摸摸 這裏去動員 那裏去動員 然後呢 那裏有 私底下有什麼 的交易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從這個 從 政制合理化的角度來講 我寧可見到他 是公開 活動 但是呢 是接受香港法律的規範 好過他現在這樣做 只是想說 想說一兩句 我估計到 如果他公開法律來講 他第一件事 會將一份黨部 你問黨部 我相信 香港人也要看的了 還有 如果他將 中宣部裏面 內部的 即中央內部的文件 落到內 這裡來講 我們一定要 開始要遵從的了 香港很多 報章的自律行為 一定會加劇的 那份黨部對香港的影響力 其實是很深遠很深遠 你一給他公開化的時候 他一定會做一件事 我相信他不做的話 他沒有可能成為共產黨 是真的問題 剛才說回 他提過 我們應該上去共產黨的網站 去看他的黨章 是嗎 不如我講我少少的經驗給你聽 我60年代出身 很少香港人 像我一樣 我從小時候 我的家庭環境 長大的環境 我爸爸很可能 是一個共產黨 很可能 我不知道 我從來沒有問過 因為 為什麼呢 很小時候 我記得 我媽媽不在做的 我家裏有本毛主席語錄的 很小時候 我爸爸不會教我們做功課 不會教我讀書 每天教我念這個毛主席語錄 我們小時候看醫生 就去工聯會 那些地方看醫生 我從5歲開始 我印象到18歲 你記住 從5歲到17歲 這十幾年間 我未試過在香港過年 過大節 因為我所有的大節時期 都在大陸 都在內地 因為我去探親 我的親人在內地 而我有一個 就是和爸爸生 就是和媽媽的姐姐 是內地人 他是內地的國家 那時候很厲害的 代表都是跳舞 就是那些劇團 我看過他 那些白毛女 紅燈紀 徐偉姆山 很熟悉 就說 我很小時候 就差不多我有一半 同樣事情 就是在內地度過 那是否因為我很小時候 我接觸他 我就熟悉共產黨 那不一定 但是就說 我有很多東西 是入了腦 的而且 因為我受了兩套思想 去同化 在那個時間 我同時間感受到內地的一套 亦都是因為我在香港長大 受香港英式殖民地的教育 但是因為 幸好我有獨立的思考能力 那我判斷得到 究竟共產黨講一套做十八套 那樣東西 它的策略是怎樣出來的 我想我在我出生的年代 而我不是在內地出生的背景 而在香港出生長大的背景 是比較特別的例子 我是看得頭 共產黨呢 如果他們有自知的能力 他認為 如果有一些事情 他覺得 我是一定做得到 沒有理由做不到 他絕對是可以這樣想 問題是他眼睛手低 他以為他做得到 他以為他做得好 還有就是說 如果現在今時今日這樣 剛才昨天文教授都列了很多個例子出來給大家看 《基本法》寫得那麼清楚 《中英聯合聲明》寫得那麼清楚 全部東西都有法可依 但現在根本就不是依法行事的時候 你憑甚麼覺得共產黨 他就算公開這個身份 給它透明度你看一下 他會依法行事呢 這個主奴的心態 在共產黨裏面有根深蒂固的心態 因為他一黨專政 是主和奴 他永遠都是覺得你們是奴 我是主 我為甚麼會受你的法律監管 我所說的是這麼多